我們政務委員最主要負責 大概各位都知道 政府的資訊 跟年輕人的一些互動 然後做一些 政府開放政策討論的 相關事宜 校長上次 看到政務委員 在現場看到是在 高中校長會議的時候 那 我們政務委員在 整個組講的過程中 真的是讓校長非常佩服 因為大家問 透過載具來去詢問相關的一個問題 他就一直看一直回答一直說 那個 思考能力跟 機制的一個反應 讓我們覺得 真的非常的佩服 那我們 五年的孩子其實也都非常聰明 那當然我們希望 孩子們有更多的一個 思考 論辯 也有更多的這樣子一個 勇於去做一些表達跟一些互動 相信今天的這樣一個 講座 一定可以帶給我們非常多的收穫 那我相信 這時候各位最期待的不是校長一直講 是期待 我們政務委員來開口講兩話 所以用大家 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他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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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這個就按照剛才講的 我們是不是就把我們的載具結上了 VGA應該是這一條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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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因為這條線的長度的關係 所以我就現在站在這邊 那大家如果掃的到QR Code的話 就先掃一下 如果 前面這排燈可以專門關這排的話 我想掃起來會更容易一點 那如果掃不到的話 也可以手動的去 鍵入slido.com 然後輸入00612 然後不用輸入 好多了 那不管是 掃QR Code 或者是鍵入00612 都會進入一個 匿名的聊天室 當然你要具名 我也沒有意見 那匿名的聊天室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你想到什麼就問什麼 因為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舉手的話 會需要一點勇氣 但是匿名問問題 是不需要勇氣的 那因為反正大家在滑手機 沒有人知道是問的 然後 所以如果有人已經進去的話 就是 可以 試試看PO一些問題 或者是 打聲招呼啊 等等 反正就是你想到什麼就問什麼 好 那 在大家才在想 要問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先講一下 今天的規則 那就是 大家問的問題 像這邊已經有一位 Hello 非常好 那我就會把它這個高亮度起來 然後我就回應這個問題 像你說Hello 我也說Hello 就好了 然後我就會把它說起來 然後有人已經趁亂告白了 覺得是非常棒的 那然後 對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你就要幫別人的問題按讚 按讚的問題越多的 它越會浮到上面 那贊數最高的呢 我就會優先的來回答 那最新的問題呢 會跑到這個網頁的右下角 那我們的 就是整個實踐大概是一個小時又四十分鐘左右 那在中間有要休息嗎 你們一般是不休息 那就中間不休息 但是就是如果中間就是需要離場的 就隨便都可以 好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是按照大家問的問題來進行回答 所以 如果我們一個小時四十分鐘沒有辦法回答 那所有的問題的話 那就先說抱歉 那如果是就是 就是一個小時還沒有到 就是所有的問題都已經問完了 那就提早結束 不過從來沒有提早結束過了 這次也是 不能提早結束 好 那我們就言歸正傳 如果在中間就覺得我回答的就是不盡滿意 或者是說你有什麼就是不適合打字 你就是很想用講的 那當然是非常好的 你就隨時舉手就好了 我看到有兩個 無線麥克風 所以相信也可以傳一下麥克風 所以是只要舉手的話 舉手的優先順序是高 或這個上面的這個優先順序的 好 以上是我們時間跟空間的規則 大家應該OK吧 那如果就是沒有帶載具 連不到網路等等的 那就跟旁邊的人接一下 好 OK 好 那首先 有28位朋友們 這個就是撐完告白 然後說這個 這個 我們愛你 那非常 那謝謝大家 厚愛 謝謝 非常感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OK 好 那這個可不可以有一些真正的問題嗎 好 OK 好 好 那這個我們恰當告白就收一排喔 大家都非常會用表情符號 非常好 非常高興 大家都是表情符號的愛用者 好 OK 好 那 有一位朋友提出一個程序動議 程序動議我們都會優先處理喔 那有一個程序動議說投影看不清楚喔 真的 都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我都看不到 連這個表情符號都看不到 好像是有點掛著眼淚的那個符號的感覺喔 我們來放大一下 欸對真的也連眼淚都有打出來 好 這樣喔 對 哈哈 OK 好 那 那 顯然充分掌握了這個不知道是泰文還是什麼其他的文字 可見這個 這個語文字又是不分這個任何語種的喔 好 那anyway 總之現在應該看得清楚多了吧 現在ok喔 好 程序動議就先處理 好 那有一些真正問題出現了 好 那有20位朋友們想要詢問說 要怎麼樣子 成為 哈哈哈 成為這個吳怡農的助理啊 或者是我的助理啊 吳怡農是 新境界智庫的副執行長嘛 那所以說你如果要成為他的助理的話 你就要先去成為他那個黨的黨員 那但是 我不是那個黨的 也不是任何黨的啦 所以我成為我的助理是比較容易的 我們在每一年會有一個實習生的一個計劃 那各位之後到了大學之後就可以參加 它是由我們教育部青年發展所所獨家贊助的一個叫做 大專生工部門見習計劃 我們叫做RAE 那我們為什麼叫做RAE呢 就是RAE就是有光線的意思嘛 相信大家知道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這個叫做Rescue Action by Youth 就是說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自己的網站自己救 就是我們在這邊在招募的呢 其實你只需要有一個能力 就是你要有傾聽的能力 你要能夠去聽所有其他人 抱怨政府的網站 多難多難用等等 然後你要很認真地聽每一個人的抱怨 然後把它寫成這個更好的一個設計 一個計劃 那有了這個計劃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改造各種各樣的網站 各種各樣你看不順眼的服務 那我在這邊並沒有要播放這個影片 大家有空可以自己播放 那我就 展示一下像我們去年 這個已經連續第四年了 今年是第四年的這個成果 就是我們的所有的這些參加了三十位大學或者研究生的夥伴們 第一個 剛剛已經講了 就是要去傾聽了解使用者 然後做益用性的研究 怎麼樣讓他們比較省時省力 找出問題 重新設計 原型測試然後產出互動的服務 所以好比像說大家這個覺得很難用的健康生者健保快一通 覺得他們的工作裡面現在變得稍微好用一點點 在當年的這個就是政治環境比較奇怪的時候 很多的大學生告訴我們說他們很想去NCC檢舉某個特定的電視台 但是那個檢舉的過程不是很好用 所以他們就把檢舉特定電視台這個流程弄得很好用 那當然台鐵是所有人都要使用的 然後有很多朋友反映說當時故宮大排長龍 我們現在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當時故宮大排長龍 有很多的遊客 很多的長輩他不喜歡排隊 可是他明明有那個電子售票機 為什麼你不用QR Code感應 難道是因為長輩不會用QR Code嗎 當然不是啊 長輩都來用LINE一定會用QR Code 那為什麼他還是用紙本的那個票券呢 他們經過訪談就發現說 長輩其實是要那張紙回去夾在日記裡面 或者是去跟兒孫分享 表示他有到過故宮 你如果只給他一個那個熱轉硬直 好像你去那個便利商店買的那個 很廉價的那種收據 他感覺好像沒有去過故宮一樣 所以說他寧可排隊也要去用那個紙本 後來他們就重新去規劃之後 現在故宮也在重新照標 你用QR Code感應進場之後 他給你一個燙機的憑證 不是什麼熱感硬直 上面說不定還有你的名字 那上面可能還有QR Code 那他回去給你的 就是給他的這個孫子孫女掃描之後 說不定他看的那個東西 就跑到你的洞森的那個無人島上面去了 所以也就是說 他把取得票券這個流程 放在你掃碼進場之後 那這樣子就不會排隊嘛 既不會排隊 但是呢又有一個憑證可以讓他回去作為紀念 這個就是所謂的服務設計啊 不是只是無職化而已 那當然還有就是說如果你要爬山 那你要以前要到四五個網站去申請 他可以暫時的申請等等 所以講那麼多 大概就是要注意我們這個 教育部紀念書的公務門 進行計劃 那我們每年會招募三十位 那希望各位以後到大學的時候 可以成為我們的同事 有47萬朋友們想要問說 我們來拍了一個MV來討論學權的議題啊 建議可以怎麼樣子宣傳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在網路上面 你要問大家就是要怎麼樣子 給你更好的意見的時候就是你分享一個很爛的意見 那這個時候呢就會拋磚引玉 就是所有看你不順眼的人就會出來 所有的專家都會出來 所有的打臉這樣子 那但是呢其實呢人家打臉 你是要打輸啊 所以說臉書就是有打臉的部分跟打輸的部分嘛 那打臉的部分 你就不要在意 因為你一開始本來就是為了這個 就是釣魚嘛 就是放耳這個出來 但是呢打輸的部分呢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任何人只要提出一個具體建議 就要非常感謝他 而且是希望他能夠跟你來一起創作 所以我們具體建議就是說 第一個你可以善用群眾募資的平台 好比像說嘖嘖啊 Flying V啊等等 那其實募資完全不是重點 因為其實你本來已經拍好了嘛 但你要假裝你還沒有拍好 然後呢在這個過程裡面說 這是一個草稿而已 這是Trailer Trailer就是說你電影上映之前 用來募資的那個預覽的一個影片 但你事實上是要拍一個真正 一系列探討學權議題的一個大片啊 什麼之類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就會有很多人說 你這個實在太懶了等等 那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把它一個一個加為好友 這樣子的話 你就有非常非常多人來免費的幫你宣傳 也就是說 一開始就讓別人看你不順眼 但是接下來看你不順眼 你馬上不是會炒的有糖吃啊 會炒的進廚房一起炒糖吃 就是把口部的炒變成火部的炒 這個就是讓大家集思廣義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梗 所以就是說 一開始就讓大家炒起來 這個就是宣傳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做法 有次主要問朋友們 真的有一個實名制的朋友 很不容易 號稱這位同學或者老師 你好 說這個 你好 今天您曾經推動上一號開放政府 校一號我現在還在推動的理念 請問在校園裡面上一號學生自治上一號的部分 為什麼建議使校園的資訊更為開放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當然裡面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說其實在現在學校裡面 不管是服裝以容的那個委員會 我不知道你們設立了沒有啦 或者是說這個課發會啊 或等等這些委員會 其實理論上都有學生代表嘛 那學生代表當然你投票贏不過大人 不過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 你可以提出一些大人們沒有想過的一些新的論點 那當你提出這個新的論點的時候呢 其實大家就會覺得說 哦原來這個 年輕人是可以指引出新的方向 那但是長輩當然是知道說 我怎麼樣運用資源來達到這個方向 這個就叫做輕盈共創 我們在行政院裡面 同樣有青年屬開任幕僚的 這樣子一個 叫做青年諮詢委員會 一共有三十五個人 裡面有二十五個都是三十五歲以下的青年 那所有的這些朋友們呢 我們如果去看這個親自會的網站的話 那我們就會看到他們就是 我們叫做reverse mentor reverse mentor 這個字真的是非常難翻啦 我就把他的意思先翻成見習顧問好了 就是說有二十五位這個青年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這個 很漂亮的這個照片的許多朋友 包含我們的這個國手 郭興泉老師 等人 這個擔任我們各個不同部會的這個reverse mentor 就是由他們來指出這個部會新的方向 那在上面的這些 好吧 資深青年們 就是 擔任我們 我們親自會 裡面的像我們這個蘇貞昌資深青年 看文中資深青年 許民春資深青年 等人 就是要把這些 比較這個 資淺青年的這個新的想法翻譯成 公共行政 就是我們的公務員可以聽得懂的語言 所以好比像說 像這位朋友 他叫做 黃偉祥 那他本身是一個 記者 就是叫做記職三點零 這個網站的一個 創始人 那他在加入的時候 還不到三十歲 那他當時就提出了一個具體的建議 在我們親自會裡面說 我們現在的 以前叫高職嘛 現在叫技術高中 常常在這個 一般的家長的觀念裡面 是說你這個沒有到普通高中 你才去念技術高中 但事實上技術高中 他認為應該是很多人的第一職員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以為就是自己的國中國小 或者旁邊的社群來服務 那當然這些技術高中的 朋友們 裡面有一些朋友是我們的國手 就是WorldSkills 這個國際的技術競賽的這個國手 那事實上我們的勞動部 也是裡面的一個職位 一個執行委員 那所以像在去年 他們就獲得了全世界第三名 的一個非常良好的一個成績 大家如果看到報導說第四名 那是因為第三名的某一個國家 這個被抵揪了 他中間有些問題 突然變第三名了 但總之 我們變成第三名之後呢 他就提了一個案說 這些選手應該要比照我們亞運或 奧運的選手一樣 去國慶遊行 因為以前都是只有運動選手 去國慶遊行的 我們這些技術界的這些選手 他雖然是國手 但是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存在 但是呢 不是只是遊行而已 遊行完之後 他希望能夠帶他們進入 第一線教學的現場 因為我們神明國小新課綱裡面 特別強調的一點 就是說學生要參與 我們自己的這個學校 校舍啊 或者是一些規則等等的制定 所以說呢 他就讓這些國手 帶著一些這個老師跟學生 一起去實際改造 好像就是生活改造 我們這樣 改造他們的校舍 改造他們的整個生活的環境 這樣的話 在國中小學生就有一個 典範的人物嘛 他又是國手 又帶著我們去改造我們的校舍 然後真的讓他變得 美倫美幻而且是非常方便使用 所以他未來呢 把技術高中作為他的第一支援 而且念完之後 就投入社會的改造 這個就會變成 比較好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想法 講完 那他的這個 reverse mente 就是我們的 徐明春資深青年 就同意了 而且還真的就是跑去了 俄羅斯 跑去應該是 喀山吧 去跟他一起全程參與 而且拍了一部 非常感人的這個影片 而且在我們 院會上播放 那在院會上播放之後呢 我們這個非常資深的蘇貞昌這位青年 他就說 這個 這實在是太好了 我們就立刻把他 納入我們的政策 那從他提案 到實際上變成政策 中間才過的不到 三個月 所以我要這邊具體提的 就是說 其實像偉翔 在提這個案子的時候 他提的就是 對每一個年齡層都有好處 他不是為他自己提 他是為他之後的 也是跟他一樣 學技職的 這些青年提 而這樣子一個為未來的人 幫還沒有在這個位置上面的人 造福利 而不是為他自己造福利的 這些提案 是比較容易贏得 長輩們的信賴 跟長輩們的同意的 所以如果你在你的 這個學生代表 這個位置上面 或其他朋友在學生代表的位置上面 能夠多去提一些 對未來的有幫助 就是幫助有好處 而對自己可能暫時 享受不到的這種案子 那其他的這個 委員會的委員就會覺得 你真的是大公無私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他就會很容易的 把資訊開放 那有追問 我們是不是 就直接遞一下 無線麥克風 有朋友可以幫忙嗎 謝謝 等一下 好來 答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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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本校的學生代表員,因此關於底下問題同樣會包含在這部分問題 剛剛有提到修審的委員會或是課法會,我也是委員之一 在於比起已經成人的經驗,我們身為學生在學校會面臨到全力不對的狀況 剛剛第三高票的問題也是我們資金正在推動,也就是外食 像其實我們有還有外食會議,剛剛有提到的提案,對未來有用 我們其實有思考過非常多的可行方案,可不可以請委員跟我們幾個建議 如何讓我們以及各位市長們,因此之間的溝通,可以更和諧地去討論 你們要建議這些除了會議以外的東西 這非常好,其實我就舉一個朋友的例子,他就說王宣如 他提案的時候,在我們公正的網路產業平台提案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他的名字,因為我們當時也跟Slido一樣,是允許比名匿名來提案的 所以當時我只知道,有個提案人叫做我愛大象,大象愛我 你看這個Nichtin完全不知道他是幹嘛的 但無論如何他提到像這個案子,就是說一次性的餐具,特別是在講塑膠習慣,應該要廢除,應該要禁用 那這個呢,在一瞬間,沒有幾天就五千個人連署 我們這個每個月都必須要跟各部會的朋友們來討論說哪兩個提案 我們要面對面的跟提案人溝通,因為這個那麼快就已經成案了 我想說一定是某個環保團體的大佬,我們如果不跟他稍微見見面的話,顯得我們不夠盡忠人家 好,那所以呢,我們就約了環保署啊,經濟部啊,等等相關的朋友,然後我們就去跟他見面 結果一看A16歲 那當然這個他的想法非常的棒,而且當時有很多很棒的哽徒 好比像說什麼有一隻海龜的那個什麼習慣啊,什麼之類的 這些哽徒,他還找到社群叫做不素之客,素叫素,所以才能夠一下子集結這麼多人 那簡直就好像說,如果我們不同意他的訴求,他接下來禮拜五就不會去教室上課 就會到街上,跟國外的一些人一樣,好,那所以說,但是當時有這麼大的衝擊 我們不進的情況之下,我們的做法其實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做法 叫做協作會議,就是協同工作的一個會議 也就是說,大家是帶著不同的觀點來,但是大家是想要找出一些 大家雖不滿意,但是但可接受,就是可以往前推動的這些部分 那所以說呢,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就覺得很重要的一個要素 除了當然透明參與等等之外,就是說會把這個可能有不利影響的朋友也都邀進來 你如果要廢除掉一次性餐具,不利影響的是誰呢?就是做一次性餐具的那些廠商商商業之道 對,所以我們就邀了這些朋友過來,那這些朋友都是很資深的青年 可能已經五十歲、六十歲等等了,好,但是這些朋友們來,然後呢,他就跟這個十六歲的這位 王宣仁提案人,面對面溝通,那大家說其實他們當時去做,不管是竹筷子啊,或者是塑膠習慣啊,或等等這些一次性餐具 的原因是因為,當他們是比較資淺的青年的時候,就是二三十歲,入著行的時候 當時在台灣有一個叫做B型肝炎,現在大家可能已經沒有聽過的東西,是很流行的 所以如果不去用一次性餐具的話,當時會造成一些,就是公共衛生上面不利的一個情況 所以當時他們也是懷抱著社會責任,才加入他們的這個工作 那當然現在因為醫學昌明,所以B型肝炎吃一顆藥就吃好了 所以其實已經沒有這個問題了,所以在這個時候他們也很想要轉型 因為這件事情讓他們的毛利率就是一直下滑,他們也很想說 那到底能不能開發一些新的產品線,所以本來就好像是零和的 就是你多買一根吸管,少買一根吸管這樣子,但後來就變成融合的 就是他就坐在那邊開始想說,是不是有可能說,我們直接設計出不需要吸管的杯子,這是一個方法 那或者是說他可不可以用一些循環設計的東西,比如說農業的廢氣物 他不但不造成排碳,甚至還固碳,就是負的這個碳主機等等的方式 那這個時候的這些年輕人,我剛剛已經說他們行銷很厲害了 就可以幫這些比較資深的青年去宣傳他們這些新的循環設計的這個產品 到最後就達到雙贏的這個目的 那現在當然我們都知道外帶已經不能夠用塑膠習慣了 那這個例子就告訴我們說,在這裡面我們在提案的時候有兩個策略 第一個就是說從外面去包圍嘛,就是說你總是要有一個outside game 就是說當你在談判的時候就叫做bet now 就是說你如果談判破裂,你的次家方案是什麼 那當然當時的次家方案就是去響應國際行動 禮拜五就不要上課,就跑到馬路上面去 叫做friday strike,這是他們的次家方案 這個次家方案越好,你的談判體會就越好,這是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但是當有這麼好的次家方案例會說 你還是要保持著一個叫做take all the sides 就是學每一天站的這樣子一個心情 所以像當時王宣榮,他真的很能夠體會 就是這些一次性餐具的製造商 他真的當年其實也不是要破壞環境 他事實上當時也是想要拯救社會等等 那所以當這些場配們聽到說,這個年輕人 這個雖然才16歲,但是那麼懂事的時候 他們也會覺得說,那這樣他提出來的東西 雖然沒有辦法一蹴可及 因為當這些循環設計的產品 還沒有大家所認識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一秒鐘之內 就禁用全部的一次性餐具 所以後來他們就談了一個逐年的計畫 大概一年之內進什麼兩年 進什麼三年、五年、十年等等 那到那個時候其實王宣榮也已經不是青年了 對不對,所以到四年、二十年以後 但是他能夠談出這樣一個逐步的計畫 也就表示說,他可以看到說 只要改變再往正確的方向發生 那每一代的青年又可以再把它往那邊再推進一點點 所以雖然我不知道說你的這個案子的一些負面的利益關係 也是誰 就是誰會受到不利的影響 但是只要你越跟他們有這些背對背的這些 事先的這種體會他的感受的談判 那你到面對面的時候呢 他們就越不會覺得說你是來找麻煩的 而是覺得說你是來指出方向的 大概這樣 好,那這個還OK嗎 沒有要追問 那我們就往下囉 好 有49位朋友們問說 欸,長大的時候我是走的體制之外的教育啊 那對於目前體制之內的教育呢 有什麼看法啊 那當然大家可能知道我是學年國教課法會的委員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從體制外學到的一些做法之後 現在他變成體制的一部分了 也就是他已經融合為體制了 體制外教育在我當年跟體制內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所謂的自發嘛 就是自己決定自己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學校指示 我的很多個資源其中之一 那這個相信大家知道 我們已經寫進了新課剛 而且現在據說在新的那個會考題目上面 大家都發現說你越有這樣子的能力 比起以前這個死背的能力啊 可能還要更加重要 因為命題的方向等等都已經有所改變 所以我覺得當然 12年國教新課剛 這是一個很大的理想 而且找了現場的教師非常多的麻煩 那但是呢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是比較柔心的一個課剛 就是各位在現場的學校的課發會 透過校本課程加深加廣 觀衡觀課悲課等等的這些方式 都可以去開發出屬於你們自己的一套新課剛來 那這個我們也了解 需要花時間 可能要花到三到六年不等 但是在這裡面 就像我們在課審會裡面 也有學生的參與一樣 其實就是要靠各位這個學生 來看到裡面不完美的地方 所謂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就是因為現在 新課剛沒有人知道要怎麼辦才對 那所以呢你們參加的空間就特別的大 那你們參加的空間就會去決定說 未來在這個學習階段裡面 各位在這個學校的其他的學弟妹們 接下來會有怎麼樣子的學習內容 教育部就不會再用top down的方式 去硬性的去規定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好 就是我們以前在提之外 好像是一個研究部門 就是我們去試試看 到底哪些做法適合我們這個社會 哪些做法實在就是不要比較好 那當我們實驗了這樣十年下來之後 就是透過自學三法 實驗了十年下來之後 裡面好的部分 就是自發互動共好 所謂的自動好 現在已經變成了 我們選擇國教課剛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是覺得現在是往正確的方向 但是當然要全面變成這樣子的心態 就是不是人跟人之間競爭 人跟人是合作團體跟團體才是競爭 等等的這些新的想法 當然不是只是大考中心改好就好 大考中心可能是裡面最好改的部分 最主要的還是要向上管理 要讓我們的家長 我們的家長的家長 都能夠接受這樣的一些新的思潮 就希望大家能夠救救我們的上一代 不要讓他們輸在終點線上 那OK 那有48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直到政委有在促進政府 大家要跟民間團體的討論 我們最近也想要推進校官跟學生 針對上一代開放外習相應要進行討論 但是 目前校方跟學生討論人 不太會要學生普遍不瞭解 校方行政困難的地方 校方也不能夠理解 學生提出的訴求 以及方案 不知道政委 如果要進行有效的討論 有什麼建議 謝謝 那像我剛剛給的是一個通案的建議 那現在是有個個案 所以我就講一下個案好了 其實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說 我們所謂的發聲級點藏 我們在行討論裡面開寫作會議的時候 我們開會的同時 我們桌上其實常常是放一個 360度的一個攝影機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像這種一般的二維的攝影機 它一個特色 就是拿攝影機的人最大 因為拿攝影機的人不會被拍到 而且拿攝影機的人 可以決定要斷章取離哪個方向等等 但是一個360度的攝影機 放在所有人的正中間的時候 要的人都可以透過VR 或者不是VR手持裝飾也可以嘛 事後好像回到當場一樣 在那邊去進行討論 那當然如果360度攝影機 真的覺得太貴了 你一個360度的收音機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 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 當場的這個討論不會白費 之後不管是透過逐字記錄的方式 透過新制圖的方式 透過等等的這些方式 這些方式都可以在我們 開放聯絡人完全指南 PO.ptx.t的糖果上面看到 我們每個協作會議都留下了 非常完整的歷史記錄 所以不管你關心的是 這個台語的失陪的這個草案 是說這個就是有一定的 這個台語能力的朋友 他不需要去專任 他就可以一面教數學 一面教台語好呢 還是之後要變成專門教台語好呢 等等的這樣子一個過程 或者是說這個 其實跟校園有關的實在是太多了 消費人士進入校園 所謂的這個愛心媽媽的教育的這個案子 教育人員的這個結束 好像教育專業人員的終點費 看一下好像高達四分之一左右 都是被這個教育部的案子 這個所籠罩 可能因為這個教育人員 比較擅長這樣子 就面對面討論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說我們這整個 你每一個去展開的時候 你都可以看到逐字記錄 議題手冊 新制圖 相關的簡報等等 所以即使你對這個議題 毫無所惜 從頭到尾 從來沒有接觸過這件事情 我想各位 大概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除非你剛好是 課法會或課程會的參與者 你一下子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的議題分析表長什麼樣子 每一個部會他的問題的圖像 細節 提出細節的人等等是如何 以及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如果要一下子 就了解這個議題的話 我們應該先看哪些參考資料 哪一些其實是 就是比較是細節的部分 可以不去理它 我現在是想要開我們的新制圖 但是因為網路有點慢 所以它要稍微等一下 那透過新制圖的方法 我們就可以把所有各方 所提出來的論點裡面 關於事實性的部分 感受性的部分 建議性的部分 決定性的部分 透過不同的顏色的色卡 然後呢 來進行分類 所以大家一下子就可以去看到說 現況解法有哪些困難 教育部大學學生團體 是怎麼想這件事情 這個草案的條文裡面 有授權的依據 師資的定義 培育的方式 教學的增能課程 而增能課程裡面的問題 又是有哪些問題 到底是要用理眷好呢 還是補助好呢 問題其實是 國中的課堂書太少 等等等等 那有些問題呢 它事實上是多重的原因 所以是一個多對多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多看一下 我們運用心智圖的方式 因為我們每一次 在把這個爭點整理完之後 其實你就算完全沒有看我們的主子稿 或者是聽我們的現場的收音 或者是看我們的VR 其實你稍微看一下這張心智圖 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它最後到底是要達到什麼目標 它中間到底遇到什麼樣階段性的困難 中間它的挑戰到底有哪些 然後等等等等的這些 到最後我們大家一起來集思廣語 想說我們可以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針對真正的整點來解決 而不是說好像我們在事實確認這邊 就跟我們的情緒混在一起 我們是事實確認都已經做完了 大家共用同一本議題總策之後 然後再移到說 那我的感受怎麼樣 那感受你覺得好我覺得壞 這都是很自然的 並沒有好壞可言嘛 所以感受的部分 我們就明確表明為感受 等所有人的感受都確立完 也發表完之後 我們再來看說有沒有一些共同感受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所謂的建議的部分 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有專門的書在講怎麼樣把這個融入 我們十分年國家的教學 而且是高中階段叫做素養教師 素養教師這本書 就是在告訴特別是公民社會的老師 但是也包含各課的老師 怎麼樣透過像這些方法 來進行這種就事論事的討論 所以這個是有書可以看的 也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這個公民教室的這個 共同備課審議室討論這個社群 好 那有五十二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很好對於108課綱第一屆的我們新的政策 常識我們看到無所適從 你們的老師也是如此 因為沒有前少的經驗可以參考 有時連老師也難以回答我們對於課綱的疑惑 請問對於社會第一屆學生的我們有什麼建議 那其實簡單來講就是你們就是共同的創作者 我們在總綱跟領綱的這個角度 那是從中央的角度 但是因為這是一個偏柔性的課綱 所以每一個學校怎麼弱實它 那就是看這個文化要怎麼樣去建立 而每一個學校一定都有完全不同的文化 所以每一個學生代表在每一次的會議上 甚至兩次的回憶中間 甚至你不是學生代表 你想辦法去做一些倡議等等 在現在這個課程剛剛放鬆的時候 你對你未來的這些 就好像在就是剛剛革命的時候的那一批 也沒有人選他們的這個元老 要去建立接下來的選舉制度的時候 它是有非常大的倡議的話語權 所以第一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大家如果願意去學習公民參與的話 比你們後面的幾屆參與的空間都比你們小 這是一件事情 那第二個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們的各種折衷等等 其實都會變成你們接下來的學習歷程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點 因為到你大學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有越來越多更多的事情 需要你自己去做決定 甚至要去跟你的教授這個平等的去談判等等 那在這個時候你在高中階段 如果已經有這種參與過就是公共決策的一些經驗的話 在未來對於你在大學階段會更有幫助 因為大學同樣的以後 因應這個新科康 變成是所謂的 就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這些學習 甚至到大學的時候 大學說不定都已經沒有在分系或者分學院了 而是用一個capstone 就是你要做一個大的project 來當作你跨西跨越的學分取得的方法 那這些都是我們目前 整個大學階段的教育改革 還在繼續的一個部分 有四十三位朋友們想要詢問說 彈虹的自學的時候是怎麼樣保持學習動力跟自律 好比像說外語跟城市 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就是找一個很好玩的遊戲 你就不需要什麼自律 因為你就是很好玩 像我學英文的時候 然後大家可能知道我是用魔法風雲會 match the gathering 這樣子的一個遊戲來選英文的詞彙 那當時呢 我的英文其實就是不怎麼樣 口語能力也很弱 但是呢 我一開始的詞彙都是特別難的 差不多是gre那個等級的這個詞彙 什麼annua 什麼abayance dissipate 光是一個反其咒語 就有各種各樣的講法 那這個時候呢 我的英文看起來就很唬人 因為我可以隨便用出一些非常艱深的詞 而且都是同意字 那而且呢我在講的時候 腦裡就會冒起一張牌的形狀 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就是我們說以遊戲為主的學習 寓教娛樂 這樣子一個做法 那在這個情況下 你怎麼會需要自律呢 打牌打一整天都不會累啊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外語它的詞彙量的累積就非常的快 因為我背起了一張牌之後 我接下來在組套牌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它去跟網路上面的朋友們討論 那所以相信各位現在在網路上面 就是不管是桌遊也好 或者是實境結合的遊戲也好 或者是一般的那種ACG也好等等 相信大家都有充分的有玩的一個經驗 所以當你要學一個外語的時候 你就是去調那個外語的那個遊戲去玩嘛 然後融入那個社群 然後跟那個社群每天用 自然的你因為覺得很好玩的關係 你就會去學會那樣子的一個語言 那程式設計也是如此 就是說像有一個叫做Scratch嘛 大家都知道小學一二年級都在用 就像疊樂高一樣的那樣子的一種程式語言 事實上它也是由樂高公司所獨家贊助 這兩個可能有些關係 那這些這個疊樂高的語言 就是在讓還不知道怎麼樣子去背 我剛剛講的那些英語詞彙的朋友們 也可以掌握我們叫做Computational Thinking 就是運算式的思維 那當然現在各位是高中生了 不會只是在螢幕上面疊樂高 但是你可以去弄一些Raspberry Pi 一些Arduino等等這些所謂的開放硬體 它同樣也是模組化 你像疊樂高一樣 就可以做出一些自家車 做出一些隨便 其實隨便你想要做什麼做什麼 那這個時候同樣的 因為你就好像是在別人已經做好的一個半層品上 就像我們當年在祖籍幻視卡片的套牌一樣 就是去看這些模組怎麼樣結合 而不是從頭做起 所以你每次要想到一個新的結合的方法 欸Combo 你就可以去跟別人分享 那這樣子的話 自然這個社群就會支持你一個學習的動力 自己關在家裡閉門造句 那是一定會累的 開門造句那就永遠不會累 有三只會朋友們想要問說 從小就發現身邊的人不太一樣 比他人聰明很多很多 這樣你快樂嗎 有什麼感覺 我想這個 大概就是不苦不樂吧 就是一個終關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 我覺得並不是特別快樂或者不快樂 因為我的快樂 並不是來自於跟別人的比較上 我的快樂是說 我有一個問題想了很久想不出答案 有一天忽然出類旁通想出一個靈感 那這個東西真的是非常的快樂 那其實我們在公務體系裡面 公務人員大部分的成就感 都是來自於像這樣子的事情 例如像說 在民間有很多不同想法 不同價值 不同立場 不同世代的朋友們 然後吵個不休啊 這個彼此辱罵啊等等 我們在公務體系忽然間想出一招說 我們可以結婚不結音 這樣子 突然間所有人都可以接受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公務體系的朋友們 就有一個非常大的成就感 就是說 那同性的結婚是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嗎 那它不涉及家族跟家族之間的關係等等 那你說 它是不是為了人跟人之間的比較 去想出這種超級有創意的 叫做什麼超連結實行法 那這樣子一種解決方案 那當然不是 它不是為了他個人的成就感 那是因為 它真的能夠想出一個 出類旁通的跨領域 而且解決社會問題的事情 所以 這是我們做公共服務的快樂的來源 其實並不是跟別人的比較做的快樂來源 跟別人的比較是非常不穩定的嘛 假設你是班上 如果你考第一名 你很高興 那是不穩定的 因為如果突然轉學 有一個人來考得比你高分 你的快樂感就不見了 或者是你是第二名 你是很不高興 第一名轉走了 你就很高興 但是事實上你完全沒有改變啊 所以就是說 你建築在這種相對的比較上面 是不穩定的 而且隨時時間過去 只會越來越不穩定 所以如果你現在的快樂 是建築在這種事情上面 可能就要是稍微 要養成不同的習慣才對 這到底是誰的手機的聲音啊 好 對 我知道你先舉手才問的是 唐委員 就是我想問一下 就是剛剛您有說到 有關108課章的問題 就是我就是 如果概括來講的話 108課章應該就是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開設多元的課程 然後希望我們給予一些 就是給予不同地區的人 都可以有一個低等的受教機會 就是每個區域不同的 多元的受教機會 對 那我想問一下是真的 那這個制度真的可以達到這個效果嗎 就是 我想問一下 當然不行 你可以問完 對 因為我的國中的導師 他之前曾經是 東部的學校的老師這樣 然後他有說過就是 其實當地的一些硬體設備 其實都非常先進 然後都非常的 其實都比西部的各大學校都還要好 蠻多的 不過蠻神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幾乎那個設備 其實沒有什麼環境 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們班導也覺得蠻奇怪的 這件事也蠻奇怪的 然後他就去問當地的學生 就是其實他們有 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那些學生其實都算是 東部 那些東部家庭裡面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支柱這樣 然後 然後我們當然就是也沒有那個時間和機會來去使用那些設備 那我想說的事情就是 那如果既然我們 108課章 希望開設多元的那些課程 然後我們希望我們可以 用他們校內的成果 來去取代我們學生後的那個唯一的成績這樣 那我想問的是 那基於在這個條件之下的話 那東部學生不是說 給我們西部還有一些陳設學生 還要各家的福利嗎 對我想問一下 那好的問題 確實啊我們的機制本身沒有辦法解決任何問題 解決問題的是人 機制是人解決問題的工具 這個概念要先有 就好像說 口罩跟肥皂不能夠阻絕病毒 是人去使用口罩跟肥皂才能夠阻絕病毒 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您剛剛提到一個非常好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所謂的多元的這樣子一個校本的課程等等 但是從學習這個角度來看 它大部分的時間 必須要投入跟學習無關的事情的話 那你這邊的選擇再多 對它來講事實上是沒有什麼幫助 其實說不定因為它選擇需要成本 時間成本 認知成本 說不定讓它陷入更不利的地位嗎 這是你主要的問題 對 那當然這裡面有兩個可以回答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說 我們如果是把它在校的這個時間 讓它能夠比較結構性的去解決它的當地的問題 等於是那所高中或者那個大學 就變成那個所在的地方的一個鄉 或者是一個區的一個智庫 這個叫做地方創生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做法 那就是說它就可以去跟它在地的社區發言協會 或者它在地的合作社 或者它在地的這些社會企業們這個工作 但是並不是去打工的那種工作 而是說它在學校裡面 但是它所思考的這個問題 是它當地要怎麼樣子去 好比像說讓當地的特色被更多人知道 或者是說有些朋友們要返鄉 但是它在教育跟醫療上面沒有充足的資源 這個是要怎麼樣去調配 又或者是說它現在可能4G是收得到的 但就像你說的它沒有實際上在用 那它怎麼樣是說服它當地的部落 或它當地的鄉鎮的朋友們 至少在遠距看診的這一件事情上面 可以使用等等 那就是說當它在高中跟大學的階段 投入越多這種我們以前叫做服務學習 但是現在也不叫服務學習 現在就是社區發展 或者地方創生等等這些工作 這個時候它的社區歷程 就跟它幫它家裡工作等等 是有一個綜合效果 那這個時候它才比較有可能說 那這個學校開的東西真的是接地起 真的跟它所在就是在家裡做的那些事情 是相關的 那這個就需要當地的這個老師 或者當地的課程設計者 真的去跟當地的NPO 一起去設計出這些學程來 這個不會自動發生 這個必須在地的課發會 會真的有那種走路 就是地方社區發展的這樣子的能力 那當然在一些資源比較好的地方 有社區大學 社區大學就可以去扮演 這樣子一個橋接的一個角色 但即使沒有社區大學 即使是透過社會集會中心 透過文件站 透過長照N.0等等的 這樣子一個做法 其實大概都有 往這個方向發展的空間 但這絕對是需要有人去投入的 這不是說它自動 因為我們設計的 神力國家新各港 它是自動發生的 所以我同意你的這個見解 那第二件事情是說 我們也有一些由上而下的做法 剛剛講的是由下而上的做法 由上而下的做法 就是我們現在在 就是部件5G的時候 大家可能知道5G是採取競標 因為平址是大家的 所以各大電線上都投入相當多的錢 那這個標金就超過行情相當的多 所以現在就多出了很大一筆錢 那多出了很大一筆錢 我們現在有一個很明確的做法 就是說在台東等等的這些地方 它現在如果它4G的使用率就已經不高了 就是就像你說的 它網速其實明明很快 設備也明明很新 可是它因為找不出實際具體的用法 所以就不去用 那麼5G的這筆標金要特別用在 幫助當地的朋友們好比想說 如果它是做農耕的 而它年紀已經大了 那無人機幫忙去噴藥 無人機幫忙去數西瓜的個數 這個不是開玩笑 這些都是真正存在的一些 budget 怎麼樣子去透過自動化辦自動化的方式 讓它不需要回家去就是背一個什麼這個農藥怪子去噴藥 而是可以引入最新的科興來做這個 那這個青年呢 他就不需要去噴藥了 他可以去寫無人機的程式啊 等等的這樣子一個做法 是由由上而下的方式砸了相當多的錢 不過不是我們的錢 是四大電線上那個標金啊 過來去轉換 那這個叫做越偏向越銜進 那這個是top down的這個概念 這個預算大概明年就會投入使用 那目前是這兩個方法 謝謝 謝謝 好 那看這邊還有一個問題請 有要遞一下那個方法嗎 嗨 瑋瑜你好 然後我想問的是 就是從21世紀開始之後 那個破戶逐漸的虛擬化 那我想問說 你對這樣的看法是正面還是負面 或者是它有什麼隱藏的就是壞處之類的 非常好的問題 就簡單來講 以前東西複製是要成本的嘛 中世紀的時候 你要這個抄一卷聖金 這個你要抄很久嘛 那但是現在呢 就是你到就是古藤堡計畫 你按複製貼上大概只要0.2秒的時間嘛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虛擬化嘛 應該沒有理解錯你的意思 對 那本來那只有文字嘛 那慢慢的隨著這個工具的進步 我剛剛講的360度的攝影機啊 甚至連建築物的建模啊 非常多的事情 本來我們以為只有在當地才能體驗的 現在因為你經過虛擬化過程 你都可以所謂的這個Digital Twin 數位分身 你都可以在數位上面去體驗它 那尤其在我們現在不能隨便出國的時候 這個真的是蠻好用的啊 那但是呢 這個會不會有什麼壞處呢 或者是有什麼不利的影響呢 那這個大概有兩個不利的影響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數位的這個版本裡面 其實它就是一個作品嘛 話比像說我把我自己360度掃描 然後變成一個大家都可以去 隨便去做成迷音的 像什麼唐風過台灣什麼東西 那這種二創的素材 大家可能都知道嘛 我已經變成素材庫啊 那所以就是說 當東西變成這種可以隨意二創三創 然後NTROM的時候 我這邊應該要離喇叭遠一點 還是離喇叭近一點才不會有回收 還是會是麥克風呢 還是 是回收 是一個回收的概念 可是好像並沒有什麼幫助 OK 麥克風是 喇叭是從哪裡出來的 是中控那邊 還是我們請中控那邊 把喇叭聲音稍微調小一點點 好 然後我也離這個 麥克風稍微遠一點 是不是回收就會小一點 好像真的有小一點 好 那就先這樣 保持這個距離好了 OK 十五公分 OK OK 好 總之呢 我要講是說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訓練化過程裡面 因為素材可以不斷的二創 跟三創等等 所以其實我們人跟人之間 是這種即時的 就是我知道你正在注意我 而你如果沒有正在注意我 我也會感覺到 的這個micro expression 它就消失了 因為每個人在網路上面 隔著視訊 除非你用到非常好的 4K 8K VR等等的設備 不然的話 你看到其實對方 一個re-presentation 它是一個在線而已 而這個在線 看起來當然可能 就是很完美 或者是看起來可能是 非常容易這個P圖啊 或者是非常容易 就是增加一些濾鏡啊 或什麼什麼之類 但是如果你對於那個過度認同的話 那反而你會對於人跟人之間 這種最自然的就是 就是雙方彼此聆聽啊 等等這種東西 會變得比較疏遠 因為你會期待 對方是那個非常完美的 你可以不斷二創三創 然後如果這個對話術 如果錯了 你還可以按獨檔重來 的那樣子的一種狀況啊 但現實世界裡面 就是人跟人之間相處 自然的情況 其實並不是如此 所以就是把對方這個人 跟他的在線 比方說他的IG帳號 混淆 這個是第一個很大的一個 可能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這個 真正要解決的方法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多花時間 跟人面對面相處嘛 那但是這個講起來很簡單啦 但是對很多朋友 尤其如果覺得二次元 比三次元還要棒的朋友的話 那這個就是你需要每天 要多一點時間 特別的去練習 那就是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 其實是剛好反過來 就是說對於很多朋友來講 如果有趣的事情 都在二次元裡面發生的話 那他覺得被排除 就是說因為他已經很習慣 不管他是因為年長 還是可能有視力的聽覺的 等等方面的 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他就覺得說 隨著越來越多東西虛擬化 本來他還可以理解一點點 還可以參與一點點 但現在他完全沒有辦法參與了 因為所有有趣的東西 都在一個他不了解 不理解的方式去發生 那這是所謂的digital gap 就是一個數位的一個鴻溝 那數位的鴻溝 在台灣的問題 稍微比較好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是499吃到飽 這個全世界都沒有的 就是說 你不斷的去開啟營市上 不用付出額外的鴻溝成本 所以任何時候 阿公阿媽只要想 甚至孫女 你稍微按個鍵 就開始出去聊天 就算聊五個小時 這個帳單都不會爆表 那這個在全世界都是 非常罕見的情況 在台灣也不是 我們故意設計成這樣 那是有一個意外 那是誤賴如何 就是因為499知道你的關係 我們在台灣 反而比較沒有digital gap 因為任何人 任何時候想要引營 就可以引營到榜 但這個在全世界其他地方 這確實是一個問題 以上回答 沒有舉手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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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您好 那就是 我覺得現在的課章 是已經有改革了 就是也有融合一點 像是您從體制外教育 就是得到不同的觀點 然後也是有在這種 就是朝自己的方向發展 那我現在的 我現在在 像我現在 在這樣的體制內教育 我看到了兩個問 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第一個 就是取博文教育來講 好的 那就是其實 我們現在的很多 測驗題目 它是 有些閱讀測驗的 一個選擇題型 我認為這種 這種測驗模式 可能有些學生 能夠從中得到高分 但我不認為 它是一個最好的測驗模式 那其實是因為 每個人都是有 各種的生長經驗 像是您或是我 或是在場每個同學 其實可能都會有 經歷過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看事情的時候 觀點也會是不同的 但因此我們也會得到 不同的結果 所以我們可能沒辦法 每個人都會跟作者 看到一樣的東西 那這樣子的教育 我認為這樣子的一個測驗模式 我認為就是從一個多數人制定的 一個標準答案的模式 這樣子是 蓋在學生身上 等於是說 在扼殺學生的不特性 這是我的第一個看到的問題 那第二個是 像是博文的 博文寫作的部分 那就是因為 像是我知道的事情是 像比如說我們考大學的學測 我寫時間是90分鐘 然後 但是其實 我們也有請很多優秀的樂圈老師 或是教授 就是來評樂 但是他們其實每個人 因為要看 每個人要看那麼多考驗 一個人看的時間大概是一分半吧 那我們寫90分鐘的文章 老師們或教授們 就是這些人很有經驗的師長 用一分半的時間快速的閱讀完 其實他很多時候也其實能看說 你有沒有首尾呼應 你有沒有跑成功中式 所以其實很多 有質地的文章 因為這樣子而無法被看到 那我覺得這也是在 就是等於說 這樣子如果無法真正讓 就是為了要用速成的模子去批閱 我覺得這樣 無法讓學生的特性 真正展現出來 也沒辦法真正達到 就是真正要的學問素 請問 我想問的問題是 這兩個現象是體制內教育的必要之二嗎 問你有什麼群體建議嗎 就是說怎麼樣會更好 假設你是大高中心 如果能夠就是 就是增加不同 可能再請多一點老師 然後就是能夠增加一個老師的月券的市場呢 這樣子 可能會花比較多 消耗比較多資源 就是沒辦法這麼方便這樣 因為 對就是真的沒辦法這麼方便 但是如果能夠至少一個老師不只看一分半的話 能夠再看更久一點的時間 可能 就是能夠看得到更多東西 就不只是快速的找重點 找有沒有收穫固定 然後有時候可能還找不到這樣子 非常好的問題 確實就是說 就是你的讀者 只用你創作時間的六十分之一 對不對 來看你的這個作品 不過一般作家都是這樣子 所以你只要能夠接觸到六十個人 你就這樣回來了 但是這個創作是比較不一樣的 因為是用月娟老師在看 對 所以這個確實是有一個不對等 或者不平衡的一個情況 第一個 我不覺得是比較適合 我們現在知道說有很多叫做 assisted intelligence 就是AI 就是有輔助時的一些智能 他能夠去縮短一個人 他判斷的一個世界 話比像說 他可以去找到裡面就是過度重複的部分 或是很明顯就是整段 quotation 的部分 或等等 在一些比較是自然科學的月娟上面 尤其是到高教的這個程度的話 如果你是要寫小論文等等 那其實月娟老師用這些AI就是 輔助時來幫忙這個批閱 這個已經是行之有年的事情 所以並不是說好像我只有一分半鐘 這必定就是一分半鐘 因為我如果一些比較容的事情 被就是輔助時能做掉的話 那我說不定就有多一些時間 我有三分鐘五分鐘 再看一些裡面比較直性的部分 因為量化的部分 其實就沒有潮汐的部分 那個部分已經有AI幫我去處理掉了 所以第一個 就是你的問題的後半 我覺得這個是一定程度上面 可以透過技術 以及透過就是像你說 更多的實資來解決的 就月娟的實資來解決的 那第一部分其實 我不是很確定你的意思是說 選擇提醒本身就是不好的 因為它會讓 就是標準答案的這個概念 就是主流的思想 你的訴求是說 我們乾脆就不要選擇提醒 還是說選擇提醒 它可以透過什麼方式的設計 讓這個每一個人 不同的獨特的觀點 對 能夠被看見 就是我認為像閱讀 因為像我們現在的多文考 就裡面可能會有 不管是短文還是長文 也有很多 就是看完那個體感 然後我們要選出一個正確答案 但是我不認為那種東西 應該要有一個正確答案 這是前面的嘛 是比較激進的那個論點 就是根本就沒有正確答案 OK好 那如果你認為 就是根本就沒有正確答案的話 那我真的 我真心的認為 那就是說 你的分數被扣掉 也就是剛好而已 那就是你要 那是你的代價之一 就是說 因為在絕大部分的時候 如果社會目前的實際情況 跟你覺得說 你從這個觀點看起來的情況 事實上是不同的時候 這個不要說在考試的時候 在一般的情況下 那其實人家看到了這樣的一個告示 然後大家都覺得說 這樣子的告示是這個意思 但你覺得說 我也可以解釋成這個意思啊 那別人就會覺得說 你非常的特意讀行 那在好的情況下 未來會透過你而來臨 大家會發現說 原來同性眼鏡結婚 好棒棒 對 但是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就是大家會說 沒有啦 這個不是社會童年 你的看法跟我們大家 都不一樣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 因為這樣子的提醒 而被檢調分數這件事情 它並不是對你來講 並不是一個否定 相反它是一個肯定 就是說它是肯定說 你自己已經很堅持說 你的看法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你有自己的生命經驗 你的生命經驗 甚至可以讓社會變得更好等等 但是等於是說 現在這個社會告訴你說 現在社會的童年 目前還沒有達到 你所在的 未來的這個方向 所以當然從概念上面 我同意說 大部分的閱讀試驗 如果它是一個 有一個很明確的意義 有很明確的意志等等 那它當然那個命題 可以更精細 可以更好 但是如果這個部分 都已經做到了 但是你還是主張說 不應該有標準答案 別的這個答案也都是對的 甚至上面的選擇 提ABCD都是錯的 我要自己在旁邊填一個 那這樣子的話 那很棒啊 你就是社會的倡議者 所以你其實就是變成 你幫社會出考卷的那一個人 就像我們一直在倡議的說 性別應該是一個填空 而不是一個選擇 那這個是我們倡議的 可是我倡議的時候 我也了解到說 這個在社會不是主流的意見 所以如果有人真的要我去選擇 像說我常舉一個例子 假設你跑去一個國家 然後他一定要你勾說 你是黑人還是白人 好 那這個時候 你一定被扣分 因為你沒有辦法勾 但是這個時候 你在旁邊 你自己填的那個答案 是你對那個社會出的考卷 不是那個社會對你出的考卷 所以你的這個激進的主張 我覺得我是這樣子回答 但比較不激進的那個主張 就是說應該要更精細 應該要先去考慮到 各種不同生活經驗的朋友 那這個我想 是一般大考中學的朋友 都同意的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剛才這位同學 好 那剛才這位同學 好 那剛才這位同學 沒有 那個麥克風可能要等他開一下 或者是你要手動開一下 好 那個委員你好 就是 就是 我找過一個最近還算 討論還蠻熱烈的問題 就是隨著520那個蔡英文總統 最新的企業展開 所以他的最新的內閣 應該也有出爐了 如果 就是 反正一個意外就是 裡面的內閣主張的男力比例 卻是30年 30年來 男性比例最高的 你如果不看次長的話 對 如果你是看部長 如果是部長的話 確實這樣 那我想問 就是 你也是算是內閣四十二人 四十二位移單 你也是中原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 你身為一位內閣的角度來看的話 請問你覺得 這樣子做事 有沒有意義存在嗎 或什麼還有什麼缺失 這一屆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很多是常任文官 或至少有常任文官經驗 然後變成我們的政務次長 再從政務次長 變成部位的首長 那這個的好處 當然是說 它已經很鮮熟於公務 那所以 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也就是說 如果你去看 我們的整個公務體系 因為我們有一個 所叫做 性別重要統計資料圖 這個每一個都有數據的 在就是 一般的就是 大概科員到科長 差不多這些職等 其實男力比例 是很平衡的 擔任主管職的比率 也都差不多 但是一旦到了檢任 就是說 它是一個 就是相當女局處長等等 專委等等 以上的這樣子 一個關節的時候 女性擔任主管的那個 這個比率就大幅的下降 好像這個 斷崖式的這樣子的下降 那只等到 再高一點 就是12、13的時候 女性擔任主管 是幾乎沒有的一件事情 所以 這個不是只是在 政務層級 就是部長次長這個層級 是這個狀況 我們在整個公務體系裡面的 高階領導層級 也是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這是一個 行之有年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我們之前在 就是我們在 公共政室的參與平台 曾經有過一個提案 這個提案的提案人 同樣他是匿名的 就是去了一個筆名 叫做瑪麗蘇 我也不知道瑪麗蘇是誰 那但是呢 他的提案就是說 因為他是一個持家者 那社會呢 又賦予他持家者的這個任務 那所以呢 他雖然當一個公務員 但他很難當主管制 因為他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他常常會家裡 有一些突發的事件 而當時我們的請假規則 又只允許請半天 甚至有些部會的內規 還只能請一天的這樣子的假 所以導致他沒有足夠的假期 去那種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的 稍微忙一下 家裡的事情 然後再回到他的工作 而且他的部會呢 雖然我們人士行政總處 已經說可以遠去工作 但是敢用這一條的非常少 我是其中一個 我談判的時候就說 我在哪裡上班都是上班 不然我不進那一格 這樣 那但是他顯然當時 就是沒有這樣跟他的老闆談判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會變成他對持家者非常的不利 以至於說 他就算想要當主管制 他也有當主管制的才能 但他沒有辦法去當主管制 所以這裡結構上面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為什麼持家者要是女性 然後一起 為什麼特別是高階的公務體系 對於持家者那麼不友善 那這兩個要解決 你剛剛講的那個結構性的問題 才能夠去解決 那後面這個部分呢 我們當時就去調查了所有的人資部門 各部分的人資部門 每一個我們就去問他 那請問我們如果請假可以改成一小時 一小時的請 而不是要四小時或半天 或一天一天請 那這樣對持家者請還有幫助嗎 請問各位的意見如何 所有人都贊成 但是呢我們送到考試院之後 考試委員就說 你不能因為五千個網友投票 而且五千知道裡面誰是公務員 然後你又做了意見調查 就改變我們新智幼年的傳統偉大的 沒有講沒有講偉大 傳統的這個人事規則 所以就發回了全序部 就直接被駁回 就是說這個公務員這個上班 就是要認證工作啊 待在辦公室裡面啊等等等等 但是然後全序部又再特別的 再去調查了這個對持家者的影響啊 可能還找了一些性評委員啊 講了一套說詞 然後又送到考試委員會 已經接近一年過去了 然後最後考委們才終於點頭 然後我們才能夠 一小時一小時的請假 關於這個體系對持家者友善 可能有五十項要改的 光是其中最簡單的一項 就跟他這麼久 然後才改完了 那所以這就告訴我們說 蔡同的第二個任期 就是他把考委的當然人數作減 以及考委的這個年限 院長跟總統的任期相同 這個是尤其必要 因為其他的我們這些 對持家者友善的改革 才有可能 在考試院的配合之下完成 不然考委想事情的方法 真的在我們上一階 跟我們真的都不一樣 這個是一件事情 所以希望接下來 會有改善這一部分 但第二部分才是真的 就是說為什麼持家者 一定要是女性 那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社會童年的轉變 在年紀就是稍微輕一點的公務員裡面 已經大概比較沒有這樣子的現象了 本來就應該大家都要分擔家事 然後不管是賠產假啊 或者照顧小孩啊等等 大概都比較願意去分享 不過這些朋友們 還在科研的這個層級喔 那但是 對 那所以說 這個中間就有一個 一個generation gap 那我們要如何透過 我們的信評委員 像我們的信評會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設計 它裡面十八個社會人士 十七個部會首帳 那所以投票的時候 總是社會人士為贏啦 那所以當他們集體說要退席啊 棋子啊什麼的時候 那個力量是很大的 好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們按照信評會的組成 三分之一 就是任何信評也不能夠低於三分之一 而我們這邊十七個 都是部會首帳嘛 那只有我們這個 應該是許民春 資深情年 是女性 所以就會變成我們社會部門這邊 只有一個信評委員是男性 然後其他都必須是女性 這樣子才能夠達到這個平衡 所以我們是運用一些 就是把民間的委員有照顧進來的 包含我們接下來的 開放政府的那個 行動方案推論委員 我們數了公部門這邊的代表 三分之二是男性 所以我們這邊的民間代表 三分之二就必須是女性 等等的這種方式 稍微去民主在就是決策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要考慮民間人士 那在這裡面去達成一比一的性別平衡 那當然考委現在好像也就比較平衡一點了等等 所以我們是接下來有能力去改變人士制度的這些人 我們透過邀請民間委員的方式 盡量把性別平衡起來之後 在結構上面還是要把 為什麼女性是邪下者 以及為什麼對邪下者這麼不友善 在接下來四年還要解決掉 這樣子下一屆內閣 才不會再重蹈覆轍再有一樣的情況 委員我要想問一下 就是因為我斷承您說的所謂的 就是其實這個社會的經過問題 我倒是還在下屬 這樣 可是我在想 因為其實當年蔡英文當選的時候 其實也有一個 或者也有蠻大的成長 因為其實他是我們中華民國第一位 女性的參選者 的那個最高的領導者 就是其實 這件事情有個指標性 也就是其實代表著 我們台灣的女性也可以 就是 不當一面也 我這本呂秀典老師的時候就是這樣 對 真的 我還在說 雖然算如此 但是其實這個社會其實還是對女性 有蠻大的偏見 可是這個有帶來 可是這個東西卻有給我們一種相對性的效果 就是當年 當年 當委員您剛目前那個 那個內閣的時候也是一個化新原則的身分路程 所以好像 所以就 讓我們的政府有一種 那個我們有一種多 現在跟金子有同意 金子有同意 對 我想說的是就是 其實如果 同證者應該不能就是 把經過所有的問題都 推介在於這個結構性的問題 而是 如果 可是希望 我希望 同證者可以希望 可以跳脫這個 稍微跳脫一下 這個結構性的問題 然後能其中去做一些 必有一些 必有一些指標性的結果 現在是 同意啊 對 可是就是在 在這個部會所長的部份的話 其實應該算是一個蠻 指標的東西 我們45個院其中一個啦 我們比起其他四個都比較差啦 這個我們同意嘛 對 那但是我們立法院那邊 已經從30幾趴到超過45趴啦 我們考委這邊也是45趴啦 等等 就是因為民國有五個院嘛 這個相信大家都知道 所以就是說 我們建險私期 另外四個院的 在任命上面等等 我們盡量做到平等 那我們在行政院裡面 確實這次做得不好 那我們透過剛剛講的新庭會 開放政府的 這個行動方向推動委員會 等等這些委員會 透過引進大批的 女性的評鑑委員 去平衡這些 具有改變結構性問題能力的這些委員會 那目的當然就是說 四年之後這個結構性問題要能夠改變 可以繼續可以繼續 沒有問題 沒有 可是 呃 就是像剛剛 剛剛委員你說的就是 其實立法院的 那個人事的 四十幾啊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 在一開始 中華美國創立其實 其實還是很 不過我記得沒錯的話 應該是 好像1995年的時候 好像 民進黨的 有一位政治前輩好像 中華美國創立說的秋景 那個時候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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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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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一下 就是 其實在1995年之後 其實 我們那個 民進黨的政治前輩 童華人女士 曾經就有被推動一個 就是說 呃 那個女性從政 女性参政四分之一以上 然後 其實這個我覺得 他在這時候其實算是 有種可憐的象徵 其實當時幾乎沒有什麼能感 這樣子提出來 那也因為他的努力 所以導致了 2015年修憲的時候 有英文規定說 對啊 然後二分之一啊 對啊 就一步一步 比例升高 說真的 結果那個 指標性的感覺 雖然 雖然固定有效 但是其實對於外來的發展 或這些 流程上位發展其實會有很大的空間 競表同意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就是 呃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 其實 講啊 講啊 就我覺得民進 講啊 講啊 我又不是民進黨的 他黨失誤 你當然可以評論 我 我支持的主要是換到我爸黨 所以 對 哈哈 哈哈 拍 拍 但我覺得 其實 如果民進黨應該要做到的事情 應該是 真的去做到這個指標 其實 而且其實參文其實本身 他在葬選2020 他在2020年的時候就有提出性的 一個百姓 這樣 可是 他後來卻 有點 有點 有點在 違背自己當初的承諾 這樣 在五院裡面有一個院 沒有達到他當初的承諾 對 沒有很公平的講 對我知道 對 因為其實其他院 對我其他的這個部位 同時 同時其他人 對我 不過我覺得 跟指標的感覺 其實是真的 對一個人的感受 充分的理想 對 競表的同樣 酷 然後 歡迎加入民進黨婦女部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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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像其實 民進黨那個 中央 中央的主委 其實我記得 有時候 永蘭超的比例 其實都是最善的 其實這樣 我覺得這個其實 在民進黨來說 其實就做得很不錯 因為他其實有 有一種表示出來的感覺 就是 恐怕可以提前提問 各覺 還是 受到這樣子 我覺得 謝謝謝謝 歡迎加入民進黨組 但是我不是民進黨的 我也不能讓你也推薦 對 好 那我想再問 另外一個問題 我比較提他另外一點 就是 蔡英文其實 我記得有一次 他在2019年6月的時候 在一百元院會 其實有警告說 他希望在去年的最後一年期的時候 希望可以通過礦業法 而這個礦業法 也是 我記得有一次 也是他2012年選舉前的程度 不過 對 耐其博認為 對 他在你民進的事情 他沒有通過 但是反而在 反症候法方面 只剩下大概兩週吧 還是三週 對 對 結果我想說的是 蔡英文有這個意願 希望在下一次的 就是2022年正開始的選舉 也就是民進黨才是 完全執政的情況下 有意願要再次推動這樣的政策嗎 我如果回答你這個問題 就變成行政院在前度立法院 那按照我們民國的限制 我沒有辦法對立法院做出評論 所以這個並不是我不尊重你的問題 而是任何人問我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我能不能督促立法院做什麼的時候 我都說我完全尊重立法院的權責 那並不是因為我對這個議題沒有看法 而是因為我 受限於我們的憲法 我必須這樣說 可是你覺得 政院不是可以去提出這些法案的手法嗎 當然也有提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像接近來好像 比方說還支部的阻礙啊 等等這些部分 當然我們行政院會按部就跟的做嘛 但所有尊重立法院三度通過的東西 那個是黨團的幹事長 我們這個月月鳥同仁 或者是 鄭月鴻 對 或者是那個柯憲民總召等等的這些人 或者我們中嘉賓老師 等等 就是說你這些訴求 你又去問這三個人 那他們當然也許有回答你的義務 但是你如果來問我 我一個不是民進黨的 第二個行政院不可能監督立法院 那我只能說我們這邊做好 我們行政院這邊必要的準備 但是他們什麼時候參加通過 並不是我們行政院可以決定 好 那有一個朋友有舉手 來 謝謝 委員您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關於新課剛 他現在提供非常多元的學習 讓我們新的受教的他們可以 有更多的資源去追求自己的興趣嗎 可是我想問的是 在我們這麼多豐富資源的背後 他們其實還是有些人 在問著他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那有沒有什麼配套措施去改善他們 或是輔導他們 能夠去好好的運用這筆公問 讓他們找到自己想要做什麼 那好的問題 當然就是說現在在學生輔導法 然後以及其他相關的法律 大概都明明說55班以上 等等要有專任的輔導老師 那輔導老師可以用各種多元的方式 包含什麼戲劇啊表演藝術啊 等等的方式來鼓勵大家 探索自己的興趣等等 不過這個既然我都可以被選 你大概也可以顧得到 我就不在這邊背書了 但是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一點 其實是 你有沒有一些你可以切身的解決的問題 像剛剛講的那個外事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之前到別的高中去演講的時候 他們講什麼上課手機會被沒收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那或者是制服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指甲油算不算服裝儀容裡面的那個容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每一個生活的場域 我們都會有這些具體的問題 那你一旦有具體的問題 你才可以出類旁通 去像你剛剛說的 找到自己學習興趣的方向 因為光是他指甲油算不算服裝儀容的容 每一個學科大概就會有一個不同的見解 從這個美容美甲的學科 時尚的學科 然後一直到社會人文 等等的這些 那但是 或法律啊等等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重點倒不是最後討論出來的規則如何 因為規則在過一年 下一屆的學弟們是可以把它翻掉了 重點是討論規則的這個過程 那在討論規則的過程裡面 如果大家有充分的知情 充分的參與的話 那很可能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就會發現說 原來我對 從這個角度切入有興趣 而且我也認識別的 從這個角度切入的朋友 像對礦業法有興趣的朋友 你現在就了解到有哪一位了 那這個時候 你如果對礦業法有興趣 就可以組成礦業法讀書會 然後這個再具體的去了解到 就是到底就是 就是礦業法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等等 那對剛剛有一位朋友說 這個苗栗國獨立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組成一團啊 去苗栗去考察等等 那所以有一點意思就是說 你還是要有國務議題嘛 就是你解決了之後 不是只對你自己好 對大家都好 或者至少對未來好 對你可能享受不到了 那有這樣子的問題 那你從那個角度切入的話 自然就找得到興趣 這邊有文文 對你幫忙一下 謝謝 厚委員你好 我是稍微那個D有問題 然後剛剛D一直被主席 所以我現在要再講 你要文文自傳的原因一下 我現在是桃園青年決心路人 然後我參與的動機 因為我小時候喜歡關注性別異體 或是種族啊 或者是我接觸很多 或是保身排他們的商學問題等等 然後 所以才有參與公眾事務的念頭 然後另外 因為我很憧憬 秋節議員 所以想要直接參與政府運作 我保黨的當處 對對對 然後因為我年紀比較小 所以結束了社會層面也少了比較多 然後相較 所以我看到其他青字會的教員長的委員 他們可能有其他相關地方的產業環保議題 或是地方創生等等的公布經驗 然後身為學生的我算是青字會組成的少數 所以讓我在會議期間要參與 可能要倡議學權議題 讓我有點 有點hesitate 所以 同時也希望自己可以有參與更多層面的機會 然後來經到這個責任 然後 所以想要請問您 有什麼方式可以達成您這個 擴大參與公眾事務的部分 然後另外 我有一個問題是 我 許多朋友都 不太 對於公眾事務都不是很有熱忱 像是連學校辦聯會的選舉來 那個全派議員也沒有 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參與議員 所以 我身為青字會員 也有一個穿搭政策的工作 所以想要請問您 有什麼讓學生對公眾事務 有更大參與議員的方法 謝謝 謝謝 這兩個問題都非常的好 你可以坐著 OK 我想有 這裡面 就是你剛剛講的第一個問題 其實大部分像學生參與課程會的時候 其實都是碰到類似的一個結構 課程會裡面都是這個保學素如 每一個這個群科的研修的人員 可能在這個議題上 已經投入了四十年的光陰 四十年以前 學生我還沒有出生 但是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當然 他進入這個課程會的角度 會像你現在在青字會的角度 或者其實像我在行政院院會的角度 都是一個很類似的一個情況 行政院會常常會說 這個法令 為什麼是因為要解決這個 我們民國六十年的生存問題 民國六十年當時我負十歲 我到底要怎麼知道 那個問題到底多達 對 好比說當時老基法的時候 是要解決當年工廠法的問題 工廠法立法的時候 我好像負二十歲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本來它就很有可能 它需要的脈絡 是你沒有體驗過的脈絡 但是這不是一件壞事 這表示說你不受你本來的 就是他們那些解決方案的限制 你可以想出全新的解決方案 大家本來以為說一定事情是這樣或那樣 但是你可以發現說 事情有新的做法 有新的方向 但是呢 這裡面確實就是一個青字會 或其他的行政院會等等 像我們開行政院會的時候 當然我們就會確保說 每次的報告案 討論案 參考資料等等 它是有數位的方式 有數位的存檔 我可以自己在 就是我自己辦公室的電腦 就可以開得起來 我不需要到院會上面臨時 在那邊看那些檔案 那你越早收到這些資料 當然你越快去查資料 去問人等等 這樣子你到的時候 至少在事實性的部分 你的理解並不會比別人少 當然經驗性或者感受性上面 當然是會少一些嘛 那所以呢 如果你的會議的程序 沒有讓你在 好比像說會議開之前五天 或十天 就收到會議所討論的資料的話 你就要首先去爭取這件事情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才能夠找到你的朋友 幫你去轉譯說話 那這件事情要討論的時候 你要用什麼樣的角度來講話 人家比較聽得懂 以及人家講的這一大堆 四十年前話的事情 到底是什麼事情 這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會議資料準備 那第二件事情呢 我覺得也是相同重要的 就是說 當你就是去跟你其他的 旁邊的委員去做 超像學權的這個倡議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他們也都曾經是你這個年紀過 那所以如果你去appeal to 就是你去呼喚 他們在你那個年紀的時候 的一些時代的經驗 那其實你很容易就說服他們 但是呢 如果是他們以老麥 我要說 等到你五十歲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 這個對你是一點說服力都沒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你在說服上面是有優勢的 因為其他人都十六歲過 十八歲過 二十歲過 所以你只要告訴他說 你只要回想一下 在你十八歲的時候 有什麼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現在面臨的 就好像你十八歲的時候 那個社會一體一樣 什麼什麼之類 然後他馬上就覺得說 對啊我十八歲的時候 曾經爭取過 那對之類 那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很容易去跟他做一個 情緒上面的一個 我們叫solidarity 就是有一種連帶關係 反而是長輩對於晚輩 比較難這樣子做 因為晚輩真的沒有六十歲的經驗 那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solidarity的建立 其實是我們剛剛講 清零空創的一個核心 就是說你越能夠讓長輩 心中的那個青年被召喚出來 你的自然的盟友就越多 那這個的長輩不一定是 大你五十歲的人 他可以是大你五歲的人 大你五歲的人也曾經有過 就是跟你年紀一樣的時候 那所以就是說 你要去召喚那個部分 那那個部分的召喚如果成功的話 那就會達到好比像說 為什麼會加入國教院參加 12年國教課會 就是當時的高中生 高中生反這個黑箱課綱 那他成功地召喚了非常多的大人 自己在高中的時候 被教官啊 或者被其他的這個教育體制 這個不當對待的這個經驗 那所以一下子這個聲浪 就比一個可能大學生 去佔領立法院還要高 那我不是說要你明天 就跑去佔領教育部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要有這種召喚的能力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要怎麼樣去促成大家對於公共事務的熱情 我覺得 從越小的地方開始是越容易的 你如果一下子就要討論 好比像說 全球的碳排放減量 那這個你說 這個對大部分的人來講 重要的問題 這個可能都是排在第三位 或第四位 或以後 但是你對整個地球來講 這個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問題 在目前來講 但是這個就有個落差 因為你如果現在不解決這個問題 受損的是你的孫子孫女 所以這個時候 就除非你是具有大礙 那不然的話 你很難說 在這個二十三十四十歲的這個年紀 就去想到說 兩代以後或三代以後的人的福祉 應該是我要花大部分的時間去做這些事情 就是說 話比像說我們是參加公共服務 我們心裡大概這個部分是比較大的 但是你要去讓別人心裡得到這個部分 這個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如果是一些比較小規模的事情 話比像說 如果你不戴口罩 就會不小心碰到自己的臉 碰到自己的臉 如果你又沒有好好洗手的話 就會完蛋 那這種事情 它就是你如果現在沒有好好學的話 說不定明天這個你家人就倒楣 的這種事情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我們陳建仁前副總統 就是在好好上面開的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傳染病學這個通識課 瞬間就兩萬個人選修 那你說是因為大家很關心公共衛生嗎 不是啊 公共衛生超難的 他教的那個模型並不是一個很容易的一個模型 但是因為每個人都想保護自己的家人 保護自己的朋友 所以就算是很難的東西 那都願意去收看 那就算是很難的東西 其實你每天下午兩點稍微聽一點 到最後也會了 那就是叫做這個代狀節目嘛 這個是我們的指揮官的專長 對 但是就是說 當然最近就是稍微面對有縮短一點 有連上一點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是說 如果你持續的一而再再而三 讓人在可以預期的時段 當然不是要你每天下午兩點 也不是說這個 就是每天晚上七點七分鐘 這算是有人做這些事情 那但是 就是知其其其 但是你在一個可預測的時間 讓對這件事情 稍微有一點點關心的朋友 你只解釋一件事情 就是他現在如果關心這件事情 一點點 他所關心的人 可以在可預見的未來 很短的一段時間 一個禮拜或者一個月之內 可以有什麼好處 或者避免怎麼樣的壞處 那一旦他有這個底 一開始的這個而之後 那你再去教他說 口罩其實不是只是說提醒你要常常洗手 它也有什麼什麼其他的功能 這個後面才能夠鋪展得開 如果你一開始就開始告訴大家說 這個什麼是什麼Hurt Immunity 什麼這個RV 這個Value的怎麼算 什麼之類的 當然沒有任何人對公共衛生會感興趣 所以還是要從觸手可得的東西開始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那麼多國的語言 去拍那個口罩啊 電鍋啊等等的 那個影片 那就是全世界的台灣留學生 都可以去分享給他旁邊的朋友 說你看這個 我們還把口罩當一回事啊 等等這些 那這個也是台灣天后嘛 就是說我們好不容易想了一個方法 能夠說服自己戴口罩 那我們想盡一切辦法 去告訴其他人說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現在好像連WHO都被感動了喔 那所以這是一個蠻成功的一個伴力這樣 那剛剛這邊有一個問題 喂 好 喂 你好 因為我剛剛我同學插隊太久了 所以我的問題有在上面 可是可能我怕會用不到 所以就是我問的是第六個嘛 就是學青的那個 對 因為我自己 我現在考上大學的是台灣大學的社會學系 然後我常常看到就是 有人會講說就是社會學系的 或者是支持太陽花學運 跟百送中運動這種就是 覺青 然後這種人就是 他們通常會用比較負面嘲諷的語氣去講這個東西 然後我第一個想要問的是 就是委員對這個現象的看法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是 因為我跟我同學就是之前有在學校辦過一個聯盟牆 就是 我知道很多 對對對 然後 我有一些香港朋友 對 然後就是 我辦完之後 我在學校前辦 然後辦完之後我其實 覺得 就是那時候還蠻多人想應 可是我結束之後會覺得 有一點空虛 就是我好像 我知道我在做什麼 然後我知道我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情了 可是 我要怎麼去更進一步的 不只是 就是我遞卷的我 我讓更多人看到 而是我真的實際的去改變一些事情 因為 因為現在香港還是沒有太多改變 然後會覺得好像 好像有點無力 因為 對 就是蠻無力的 然後會覺得好像 就是 我好像真的在變成他們口中那種 不是很理想化 然後 就是喊一些口號 可是沒有什麼 真的改變什麼 你如果要說膠 你可以直接講出來 什麼左膠啊 什麼之類的 對 那我想要請問就是 潘惠元的 對這個事情的感覺 就是 當然 我想當然就是 社會的進步 本來就是 就是一群自嗨的 非常交的小圈圈 促進的 本來就是這樣 就是我剛剛說 這個未來透過少數人而來臨 就是說 有一小群人覺得選擇題 上面的每個答案都不對 那這個時候 他們才能夠去推動社會的改變 事實上是如此 那但是 在一開始 他一定是一小群人嘛 不然的話 他就是命題委員了 他的意見就已經 充分的主流化了 所以就是說 從你一開始覺得 選擇線那個單 對不對 到 你變成命題委員 你的那個答案 變成了標準答案 這個中間 按照你所參與的運動不同 可能要經過一個世代 到可能數十個世代的時間 那每一代做每一代的事情 就是我們不可能說 在我們這一代裡面 在我們有生之年 把所有社會上的不公義 都解決掉 沒有什麼事情 但是這個也不是說 我們就不努力 相反的 我們這一代就是我們這一代的事情 我們這一代 能夠把一些東西 一些不公義 解決掉 那到接下來的 下一個世代 他們就不用重新來討論這些議題 他們就可以去討論更多的事情 好比像說 什麼這個 什麼婚姻平權大平台 就可以改名叫做彩虹 什麼平權大平台之類的 就是說這個 這個改名是很重要的 意思就是說 一個問題已經解決了嘛 一個坎已經過了 那現在大家的力量 我們這個叫 intersectionality 就是多元交織性 我們拿著 我們本來還在少數 但是現在已經變成多數的 這樣子一種抗爭成功的經驗 去幫助現在還在少數 但是未來也許會變成多數的 什麼別的比較弱勢的議題 那所以這樣的話你就不會覺得很空虛 其實勝利之後是最空虛的 因為你的想法就變社會主流了 那我知道有很多這個 做ACG的 這個同仁志的 等等這些 這個朋友們 那他們看到就是海巡書啊 或者財政部啊 或者是教育部的一些小編的一些作品 他忽然覺得非常的空虛 因為他本來覺得他是次文化 他挑戰主流美學 非常的酷 但現在各個部會 就是每一個二創那些動漫的能力 都已經超過了 就是所謂官方必死同仁啊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所以就是大家就覺得說 那這樣子的話 我這樣還酷嗎 這個這個這個怎麼辦 行嗎 等等 但是這並不是壞事嘛 就像以前的撞球選手 那他爭取平權也爭取了很久 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說不定你還沒有出生 而我年紀還很小的時候 撞球是很叛逆的一個表現 那但是到現在就是撞球國手就是國手嘛 對不對 但是這些撞球國手 接下來就可以運用他們的經驗 去幫助 比如說電競 電競在幾年以前還不是國手啊 電競在幾年以前 還是這個老實避之危恐不及的一些東西 而且尤其他們想要爭取變成體育選手 學校要上一小時的體育課 難道打一小時的電競嗎 那當然 當時社會有非常多的這個爭議嘛 那在我們最後就是說 它是一種智力運動 它現在又主流化了 電競好像又不是很叛逆的事情了 因為各讀的市長都在那邊開始辦電競大賽 那但是這些電競選手又可以再往後再往後 所以就是說 當我們在做社會運動的時候 重點並不是單一的議題 因為你又要做單一的議題 單一的訴求 你覺得就是所謂的運動者 運動者這件事情 它並不是一個身份嘛 重點還是你的那個價值 你的價值若是一個sectionality 就是說我用我在弱勢的時候的經驗 爭取到變成社會的主流 然後我看下一個弱勢的朋友 我去傳授我的經驗給他的話 那這個傳承就會填滿那個空虛的感覺 也比較不會有那種好像 在我這一台沒有辦法改變香港的情況 然後就覺得說好像自己很無力 我自己在11歲的時候 當時我去了德國一年 那當時我爸在那邊念博士 那他指導教授 就是Thomas教授在薩威肯大學 他專門就是研究就是PRC的民主化 那他我爸的論文題目 就是天安門運動裡面的學生的 怎麼組織起來 所以也可以說是一個社會題目 雖然他是政治學博士的候選人 那但是呢他的研究的subject 就是他interview的那些人 全部都是再也不能夠回到北京的 所謂的天安門的流亡者 那年紀也就差不多就是20出頭左右 那所以他們整天就在不斷地回想 他們當年在天安門廣場到底做錯了什麼 然後到最後變成那樣子的結果 那當然是非常的無理 非常的作折 那但是也是因為他們自己還在學業的當中 所以他們就開始願意去學習更多的知識 然後去串連起來 去組織起來 那有一些甚至變成318的占領者的老師 那所以而且現在有些還在這個五國界記者 還在台灣等等 就是烏爾凱西亞當然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那一代想要看到那個改變 顯然沒有發生 到現在都還沒有發生 但是他們累積起來這些經驗 他們傳送給接下來的抗爭領者 那讓318成功了 那所以當然不是說完全是他們的功勞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有一部分是他們的功勞 那所以我覺得大家本來就是 像我也是說 我是太陽化裡面的一個小夥伴而已 並不是說我自己有多大的貢獻 但是這個經驗讓我在接下來 後比像說反黑箱課崗等等 這些抗爭領裡面 我可以用過來人的經驗去給予他們一些具體的支援 我覺得到這樣就夠了 謝謝 好 那大概就這樣 看有沒有人要去收發問 我們還有25分鐘 現在有兩個問題 請 我把我做給你 你也要去沒有選擇 我看到沒有選擇 我看她說 我聽到你們說 其實其實是不太可惜 但是跟主流稍微 還是沒有選擇 有選擇 價值也是有相違背的 那這時候你的父母就是選擇讓你去看事情之外的教育 但我覺得其實台灣應該也有很多像你小時候一樣 就是他們一樣是符合旅遊教育價值 但是他們的家常是沒有資本也沒有勇氣去讓他們去嘗試 對 這裡主要講的是社會資本的事情 對 那就是現在你們由上往下的話 就只能在進行一些課當中 它是立法的 那如果是由下往上的話 但是這些可能我繼續感覺是家庭他們的公司才會改變 大家還有一個問題是 其實跟你說起來沒關係 對 我想這裡面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確實因為當時我的忠措 因為我學籍還是掛在國中 我只是不用再去學校而已 當時是校長同意的 那所以我是拿著就是我跟網路上面的學者一起研究的這個紀錄 去跟校長說你看課本落後現在知識十年 你要我學古老的知識還是創造新的知識 然後校長說好 你明天不用來了 對 所以是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這個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資本 我沒有塞紅包給校長 對不對 那但是呢 這是社會資本 因為我有認識這些學者 那他們幫我想出一套論述 說服我的校長 那他就願意乾冒這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然後讓我可以不用去學校 我現在追溯情過了 那所以這就是 對 那但是就是說同樣的狀況 如果你沒有這種社會資本 或甚至你要說服校長想必需要一些文化資本的話 那同樣的也許還是需要體制外的這個教育 但是你沒有辦法像我當年那樣子 就是拿著email印出來然後去說服校長 那這裡面當然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實驗教育體制 其實你已經不用說服校長了 你只要說服的是你的現實的那個自學審議委員會嗎 那只有高達10%的學生 可以透過他自己家長所認為可以 而且他的現實審議委員會也覺得可以的方式 去進行特別是團體的或者是別的體制的 或者甚至就是自己在家 自己在家當然還是需要一些社會資本 但是團體的需要的社會資本是相對少的 因為是那個共學團體吸收掉這個社會資本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去欠缺的是社會或文化資本 那麼找到好的共學團體 這個可以彌補一個蠻大的一個不足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去進行實驗教育 這是一件事情 那再來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確實在email所說的就是 有一些朋友們甚至連有這個選擇都不知道 連你可以去做體制外教育也不知道 或者是說他處於一個很威權式的家庭裡面 他有很多的家人根本是聽到這個團體自學 就已經誓死反對等等這個狀況 這是一個比較極端的狀況 但是還是存在的 那所以到底要怎麼辦 那當然這裡我的具體的建議 就是說去找到網路上面的支援 找到網路上面的社群 就是說不管你處於一個在小眾的一個狀態 可能只有萬分之一的人跟你一樣 那但是這就表示全開會有兩千三百個人跟你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這兩千三百個人在網路上 大概一定有一個社群 就算他的名字叫做靠北什麼什麼 那個也算是一個社群 所以就是說你要找到那個社群 然後去跟有類似經驗的人去問 那像當時其實我不去念高中的其中有很大的原因是 因為我拿到高中的高中資格 然後呢我本來想要去的高中的所有的那些學長們都告訴我說 那個高中不值得去 然後他們去了反正也是一天到晚請問家 所以算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是在有充分的知情的情況下 做出了這個自學的決定 就是因為我知道說我即使自學 但是這些我就直接講 建中資訊社的這些這個朋友們 都還是很願意當作我的夥伴 跟我繼續一起做研究 即使我不是他的同學 那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有一個虛擬的工學團體 雖然他還是不能夠當作你這個現實裡面實體的那個工學團體 但是在線上幾乎總是找得到 而在實體要看緣分 那所以你線上先找到之後 透過就是一次兩次三次這個N度空間的這個 人機的這個網絡 那總是可以找到某一位朋友 那他可以反過來說服你的家長 或者說服你的老師 或者說服至少你的在現實的自學誠意委員 那這段路程可能會非常艱困 那可能會花兩三年的時間 那如果有這樣子的決心的話 那其實在線上有相當多的這種 自學生的團體 事實上也已經好像申請了社團法人 等等這些朋友們還是可以去接洽 然後試著一起找出一套路來 但是我並沒有假裝說這份很簡單 這並不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第一個問題是 相信你現在也正在被質疑是否遭到神話 那相信在此應該也滿多你們的自己會 就是這樣你是在租解 然後我們可以消費 那我想要問你就是你認為 你認為神話的存在這個差異是什麼 然後再來是你認為 政治人物神話的現象的起因是什麼 那它是否是全能對台灣的聯繫 甚至怎麼會造成一些聯繫的狀況 就是將政治人物的所有行為 所以它可能只是一個相關性的推動的一個事情 但是最後卻成為了大家所信奉的一個 什麼省息中 逆襲中 對 對 只能認識各種的狀況 那再來第三個問題就是 呃 他剛剛有提到就是如何跟 也提到就是說 現在所謂的教友學者 就是比我們年到的 資深的經驗 對 資深經驗 那也有提到說就是 該如何真的要去溝通 然後要努力用一些情感 像的方式去順暢 那相信 因為你也有18歲過嘛 所以我想要請問你 現學現代 您的18歲公民權看 謝謝 謝謝 好 我自己在15歲的時候創業 那因為14歲中初嘛 15歲創業 那16歲就開始參與網際網路的治理 17歲就開始制定 很多網際網路上面的一些決定 那些都是政治工作 那所以可以說我已經投身政治工作 長達4年的時間 我才有投票權 然後我在投票的時候就覺得說 這個比起我在網際網路上體驗到 那種參與式的多方厲害關係人的政治 這個感覺上就是 就是落耗了幾個世紀的東西 它事實上也就是落耗幾個世紀的東西 對 是幾個世紀之前發明的 對 那但是當時 我對投票也並沒有完全的否定 因為我第一次投票的時候 是里長的投票 然後我還就是專程回到我家的那個里 那去投票指南里去投票 那後來我支持的那位里長候選人 以一票直查當選 所以我對代議民主也是蠻有信心的 因為我如果不回去投票就要滑歸 對 那好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並不特別否定代議民主 那但是我會覺得說 18歲能夠參與的直接民主的話 比較說公投 在我的看法裡面是比較有未來性的東西 那但是當然就是投人的這件事情也是重要的 因為你如果不會投票的話 那真實人物就不照顧你 那所以這個時候 當然這個投票學下修是非常重要 那當然我也支持說 我們不要把那個年齡寫死在憲法裡面 不然之後16歲的人會跟我們算帳 所以我就是很贊成跟其他國家一樣 就是憲法裡面就是寫說以法律定制 然後我們來法律這邊 然後再18歲去定這件事情 那但是這件事情我覺得 只想公民權真的是有一點太狹窄 甚至還包含 好比像說20歲成年的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18、19歲的時候 這個犯法要扶差不多的這種責任 但是你要簽約的時候還要把他同意 那這種看起來就是先不相乘 就是完全不對稱的這個情況 除非你去結婚 結婚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結婚就成年了 但是就是說你要每個人在18歲策略性結婚 然後好像也是一招 就不能說這不合法 對 策略性結婚這似乎不是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案 對 那所以就是說如果我們都有 就是大家聽到策略性結婚會覺得很好笑 就表示說本來20歲就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但是所以我是覺得說這個權面下去 我個人是非常支持的 先具體回答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神話的部分 確實我也覺得說其實在民主政體裡面 造成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它會讓公共政策討論的空間被壓縮 就變成好像只有出征跟被出征 等等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像這個 在我們這邊有一個新興的政黨 它黨綱裡面就是在說 要避免被出征的狀況 找到一些新的方法 讓出征的情況不要再發生 就是我們換了五法黨 那但是這個當然就是香菜的部分 我覺得不平衡 那但是它黨綱裡面有一個嚴肅的部分 就是要這個處理出征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如果這個神的話 它會帶來就是所謂什麼粉 然後那個粉當然就帶來出征 出征然後就是揚索言論空間 這個對民主是不利的 這是不好的 那所以其實我一直很就是很高興 我們這個就是陳時中指揮官 他每一次就是有人去跟他提一些 比較千奇百怪的見解的時候 他一直都是採取的一種 你早點告訴我嘛 那我來跟委員學習 那我們一起來做做看 那這個東西 小朋友不要覺得說人家問題很奇怪 從他的角度來看是很合理的 等等等等 他有一些講法 所以就是說他運用這些講法 他無形之中是在削弱那些處征等等的這些能量 那所以如果他自己很自覺的去抵抗這件事情的話 那就比較不會變成好像像你剛剛講的 就是說對自由民主秩序反而有害的這個狀況 但是我覺得這不是只是靠單一的就是 就是我們陳指揮官個人的這種 信賴公平社會的這種情操了 因為你也不知道下一個就是在類似狀況 會不會有這種情操嗎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建立一個良好的公平社會的一個習慣 就是說就是每次看到這種處征啊 或什麼的東西的時候 那我們對一個反射性的反應 並不是去就是反向的去責罵他 也不是去好像跟隨著他去處征 然後覺得很爽 而是停下來然後先問說 你現在在看這件事情 再發揮正義感等等等等 但是這一定是後面是對事情嘛 不是對人嘛 那你覺得這件事情不是正當的 那這種不正當的事情 怎麼樣可以不要再發生 那我們就是不斷的問這樣問題 這問題是 基本上幾乎是有魔力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一旦這樣問的時候 大家就沒有辦法再去用憤慨 或者承諾或怎麼樣去被動員等等 像剛剛你也看到我用了這一招 就是說如果你是大草中心的話 你要怎麼做 對啊 就是要這樣子問 那對方當然就不可能再出征或被出征 你就進入一個共同創造的一個空間裡面 所以我覺得它要養成這個習慣 這個是非常重要 所以它並非全然有害民主 但是它平均來講有害民主 那我們要怎麼樣對峙這個 就是要很正面的去影響每一個爭議 然後說確實有不公義的事情 那怎麼樣可以不要再發生 那最後就是說關於我自己本人嘛 那我自己本人的話 我一向都是說我是一個素材庫而已 那所以既然我只是一個素材庫 那也表示說人家這個君主立憲的政體 要用大臣這兩個字 跟我們具有直接命權特色的共和國 其實一點關係也沒有 然後民國是沒有大臣的 就像民國沒有國軍是一樣的道理 那所以就是說 隨便他們那邊動漫人物要怎麼樣改變 但那個就是素材 跟我這個人是沒有關係 我也不會去認同它 再來一次 還有舉手他要問了嗎 來這邊有一個問題 其實有問題是第一個問 就是 這是一位全全朋友 就是我想問一下就是 現在很多大學生畢業之後 就業方向跟手學的科系 其實就是關聯有點薄弱 甚至很多高中生在選校系的時候 都不知道該怎麼抉擇 那請問你認為要怎麼樣 才能讓自己的目標跟未來的就業方向做出調和 或者是像現在台灣就業現況 似乎代表我們一種就是三類組啊 或者是電子或是軟體方面的工作 出入比較廣正印象 那其他類組後工作 該怎麼樣才能擁有更多之類的發展 謝謝 OK 我想就是 所謂的學用落差 或者是說 所學的科系跟就業方向 沒有關聯的這個問題 有一個福利抽薪的解決方式 就是說你高中畢業之後就出生了 沒有盲場就沒有盲場 你沒有盲場 你沒有進大學就沒有科系 你沒有科系就沒有學用落差 對 我不是純粹在亂講 這個事實上是蔡總統的政見之一 只是 這是他第一任的政見之一 但是非常難落實 那為什麼非常難落實 是因為 18歲的朋友要先出社會 有兩年的社會經驗 再回來選他學的學系 這個你問任何教育理論的工作者 他們都會說好棒棒 但是實務上這需要家長同意 因為他還沒有成年 那所以怎麼可能呢 簡直是開玩笑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個18歲公民權 是一個全面性的事情 包含民法 就是因為我們發現到說 很多人在18歲的時候 其實已經很明確知道自己 要解決什麼社會問題 事實上也不是很想去念一個 普通大學或科技大學 但是他完全是在人情的壓力底下 去做了這樣子一個很不幸的選擇 那當然就會造成學員落差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第一個我們要讓整個教育體制 對這些朋友們 就在18歲的時候 就願意對社會做出貢獻 而且等到他接下來需要管理經驗 需要國貿的 需要什麼各種各樣能力的時候 談判技巧等等 他再回到大學 這個時候他跟教授 簡直是平起平坐 因為他有很多業界的經驗 可以跟教授分享 不一定很多 大概兩三年了 但有一些業界經驗 可以跟教授分享 那甚至是說 他到大學再念兩年之後 他又回到他本來的職場裡面 然後再做出一些很重要的創作 創作完之後再回大學裡面 去換一個學院 加起來這兩年 又算是可以算作是一個說實論文 因為他實際上做出一些 對社會有益的事情 然後他最後就可以去念博士 這些東西聽起來是很天方夜譚 但是學位授語法已經散渡通過 這個都是法律所允許 只是說敢這樣子用的人 到底有多少而已 所以很具體的在講 就是說 就是說如果我們可以慢慢營造出一種文化 就是說到了18歲 我就是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將來 那這樣的話 其實你剛剛講的很多結構性問題 它就引刃而解 因為你在那個時候 就是你花兩三年 有一些犯錯的 有一些創業失敗的 有些什麼 那大家都會覺得說 你就是在繳學費 這是沒有什麼 甚至整個社會都願意幫你一起繳學費 這部分青年方案書 我還在幫他們業配 有很多資源可以做這方面的事情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未來的就業做出條和這個問題 當然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因為你到最後你覺得想要定下來 想要嘗試的那個工作 就是你自己所選擇的 所喜歡的工作 那你是按照那個工作的需要 去大學裡面找老師 來幫助你去解決你的工作需要的問題 而不是你先學了四年 你也不知道要用在哪裡的東西 然後再去找工作 所以我自己的個人的經驗是說 你就這樣子逆向去思考 就是先求職再上去 那這樣子的一個解決方案 我覺得才真正能夠要解決學問落差 那不過這是我一家之言 我也不是教育部長 請不要把這個當作教育部的官方論點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就是出路較廣 其實我覺得無論如何 就是你稍微會一點點就是運算思維 就是看到程式碼的時候不要覺得是天初 這就更稍微會一點點英文字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你並不是說 每個人都要變成英國文學系的老師 也沒有這個必要 同樣的也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學一點法律素養 就要變成立法委員 也不是這樣子的 或者法規會或者大法官不是這樣子的 而是說你至少學到足夠多的法律 當你碰到事情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好像自己的基本權利你都不知道 你學一點點基本的程式設計 就算是scratch也好 這樣子的話你碰到軟體 這個有問題的時候 你至少知道說 我這邊做一些調整 可能還有一些別的自由軟體 或別的解決方案 你會覺得完全的手足無錯 那你稍微學一點點英語的話 或者玩一些魔法風運會 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 當你這個查中文的資料 查不到解決方案的時候 你還可以查一些英文的資料 你至少可以碰觸到這些社群 可以看得懂 所以我會覺得說 剛剛講的這些基本能力 這個部分類組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那這些的斜槓 我覺得之後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好像公民素養一樣 最基本的一些事情 事實上 這個就叫做三面九項 就是九個核心素養 那這九個核心素養 只要都有一些基本的掌握 你之後碰到新的狀況的時候 就不會手足無錯 因為你知道怎麼樣自己找到 在這個新的狀況發生的時候 你的價值方向是什麼 你要怎麼樣跟不同領域的人互動 怎麼樣建築 對雙方都好的一些融合的 共同價值 自發互動公好 這三個基本的素養 那我覺得這個有的話 未來就有更多的發展 那你不會再受到學人的限制 大概是的 好 那我們還有七分鐘 剛剛 不好意思 看起來是這邊 我是螢幕上1點20分提出問題的人 然後因為這問題可能有點長 所以我在想問一下一個是說 就是在現在很多情況 是需要比較多主觀意見的討論 然後在主觀的情況下 勢必會有很多的矛盾衝突 還有就是各種不一樣的聲音 我想問的是在討論一個計畫 要讓他施行這個前提下 就是你在那最不一樣的質疑跟矛盾的時候 你會如何取捨自己跟對方 不討論一件 這樣 非常好的問題 大概很簡單 其實就四個字 你行你來 就是這樣 你行你上 你不行我上 就是這樣 就是說 我沒有什麼面子問題 所以只要民間有 比我想到的更好的見解 那我不但是去採用 比方說 佐治元的報酬軟體 或者是吳展偉的口罩地圖 或者等等的這些 大家可能都有聽過的案子 我完全沒有面子問題 就他們做得比較好 那就是他們的 而且我會在演講裡面 一直提到他們的名字 我實際上也不覺得是我的看法 我會覺得說 那是前面那個人告訴我的看法 那當你把自己完全看成一個載體 而且不一定要把他命名成我的方案的時候 你自然就不會有那種就是執著的感覺 那一旦沒有執著的感覺 那當然就是最好的版本就自動會勝出啊 因為我們確保我們跟每一方談嘛 去照顧到每一方的感受嘛 那每一方感受充分表達之後 那我們總是可以找到一些 就是對某些人是非常好 對其他人也還不錯 但是不犧牲掉任何人所謂的 帕勒圖改善 這樣子的一種改善方案 那有這樣的改善方案的話 社會又就是再往前進了一步 這個銀河的意識又犯過的一頁什麼之類的 所以就是說如果 但是如果你一直卡在就是說 這是我的方案 我的方案一定非常好 我一定要距離力爭什麼之類之類的話 那新的方案跟好的方案出現的時候 其實就好像就是什麼 就是你在腦裡面就有一個屏障 就是你就看得到那個方案好的地方 所以我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有一個東西是你的方案 先去想 你為什麼會想到這件事情 你受到一些的情報 然後接下來就是放下說 你受到自己的方案的看法 然後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參考別人的意見 那別人意見好 那你就參賽 別人意見不好 那你也可以好好的跟他說 欸我之前有另外一位朋友跟我輸過 這個角度 你有沒有考量過 你就完全變成一個通道 一個中空的一個管道 那這個時候自然也就沒有 這個對於自我的這個持住 這樣子的問題 謝謝 那剛剛這邊有個問題 喂 那委員你好 就是因為時間問題 所以我就簡單的說一下我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就是因為最近殺警案的事件 所以導致很多人最近在討論司法改革的問題 那我個人是覺得司法改革可能沒有辦法 那麼快的直達到底下的人民他們 那我是想要問說 那委員你對於所謂司法教育會有什麼看法 他適合在台灣的社會實行嗎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剛剛前面也有同學提到說 就是造成的問題 那關於媒體的話 他們其實 像現在殺警案 他們也是會很常用一些 聳動的標題去煽動人民的激發情緒 那可是 同時我們在公民課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知道 就是其實好像現在國家的那個NCC 似乎就是很常就是在新聞自由跟 社會方面對人沒有辦法做出很好的一個平衡點 那請問你就是對於NCC還有就是 或者是如何能夠更好的去做到就是 改善媒體素質的這方面的事情 謝謝 謝謝 後面因為NCC的督長政委是羅賓成政委 那所以我待會來回答是quot 羅賓成政委的話 不是我自己的意見 那按照羅政委 我們在假訊息危害防治的這個專案的講法 其實假訊息危害防治其實是NCC碰到的最大的挑戰之一 因為一方面我們是絕對不會take down 就是我們不可能靠行政去讓任何言論下架 不然我們就不是全亞洲最自由最民主的一個國家了 那事實上這個是台灣的national identity 這個要放棄就比放棄珍珠奶茶還要困難嗎 事實上是不可能的這件事情 對但是在二方面呢就是說 我們也確實發現說我們之前的那樣子一個做法 就是完全不做任何事情的做法 簡單來講 事實上是造成就是有意要滲透的朋友們一個 就是非常友善的一個環境 那所以 對那所以到底要怎麼解決這件事情呢 其實後來我們的解決方案是這樣子的 那按照這個羅正偉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並不是好比像說透過像 防止網路不實訊息與網路操縱法 這個是新加坡的一部相當有名的 最近通過的幾年前就是吵了很久 但是到最後通過的一個法案 這個法案簡單來講就是任何內閣的成員 好比像說我啦 看任何一家報紙的任何一個新聞不順眼 我們就可以要求他改他的標題或者下架 然後呢我還可以要求他的競爭對手 都同步刊登真正啟示 嚴格來講這個並沒有完全讓新聞自由消失 因為你一開始還是會報導還是會看到 而且沒有法官 那但是你就可以稍微想像一下說 這個對於這個不管是反對黨或者是社會團體 他可以討論公共事務的空間 可能真的會有一定程度的壓縮 而且這是講的比較客氣的 那但是這個是一個直覺反應 幾乎旁邊的就是尤其東亞的國家 碰到這個威脅的時候的直覺反應 都是這個 因為這個聽起來就是瞬間就可以解決問題 對 那所以在台灣我們抵擋住了 忍受住了這個 那我們沒有採取這個解決方案 那我們怎麼解決呢 我們就是說 既然這個問題是任何社群 都可以很容易地按分享按傳播 我們不如就讓這些社群一起來 好比像說在總統競選的時候 有上千位朋友們一起去Fact Check 就是查核總統候選人講的每一句話 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 有很多朋友投入 像Cofax真的假的 Michael Penn 南無酒塗司 台灣視察的中心等等這些東西 去確保說每一次有一個謠言出現的時候 我們立刻就發現到 然後呢當然我們在行政院裡面呢 也有一群這個專業的 梗圖作者們 民音工程師 可以在這個兩個小時之內 做出一個非常非常有梗的一個東西 什麼伊利卡城什麼之類的 可以讓所有看到這個人 哈哈大笑 笑完之後那個謠言 就不會再影響力 也就是說我們的真實訊息的R值就升高了 而這個不實訊息的R值就這個下降了 所以如果對NCC這方面有興趣的話 那歡迎看我們部落格裡面 協力對抗不實訊息民進賽球再度廢物 這個是按照羅振偉的一個基本想法 然後我們演繹出來的一些做法 那另外一個就是關於司法改革 也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只是就是連到我們這個 台灣市林地方法院模擬數位法庭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他讓一個班級的學生 實際上去扮演法庭上面的各個不同的角色 在市林地院 然後呢在這個角色裡面呢 我們每一個同學都可以知道說 在這個法官席位上面 這個就是我啦 我是坐在行政院 然後透過遠距的方式 來擔任這個國民法官 對 所以也就是說 你看這個相當的簡單 我可以轉頭跟旁邊的這個 我們的壽命法官啊 等等的這些其他法官進行討論 那所以這個就是在我們 市林地院院長 蔡院長的這個規劃之下 讓這個透過360剛剛講的那種BR的這種記錄 大家隨時只要有BR設備 就算沒有人用手機環繞的看 回到我們當年的這個這個 這個YouTube頻道裡面 然後實際去看說 在訓問的這一邊 在證人的這一邊 在原告的這一邊 在被告的這一邊 在我這個iPad法官的這一邊 看起來這個法庭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情況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一旦你參與了 而且你真的成為裡面的工作人員 而且你就是要來考慮這個良心的趨勢 趨勢系統啊等等之後 其實司法對你來講 就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事情 相反的你隨時只要想 都可以去體驗它 所以我想我們可以運用很多的自通訊技術 包含這個科技提示 券證啊等等的這些方式 來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不需要付出很多的認知成本 就可以了解到說 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而且在這個過程裡面 雖然他最後並沒有拘束力 那位同學是預演的 沒有真的把他抓去關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都是好像覺得 針對人家的這個身家性命 有一點好像是被我決定的樣子 那你也會感覺到那種 反觀在良心啊等等的時候的那種感受 那這個時候 當你能夠從各個不同的厲害關係 全沒一邊站嘛 在這個角度去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自然司法素養就會提高 而且也不會變成好像純粹報復性的 或者出征式的等等那種 所謂的鄉民的陣營 所以歡迎就是多去參加 國民法官的相關的活動 那如果在實體參加 時間上面有困難的話 也要歡迎參加我們VR的這個 國民法官的開庭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今天我們真的非常榮幸能夠請到委員 來給我們做一個精彩的這樣的一個演講 其實從那個靖魯老師一開始 在規劃這樣的一個講座的時候 我就帶著非常期待的心 我相信也有很多同學跟我一樣 帶著這個陶正的心理啊 來去參加今天的這樣的一個講座 我覺得從我們同學五花八門的一個提問 我們的教育啊我們的課綱 還有學權的問題 還有同學青年參與政治 現在各種時事啊 給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觀點 多元的提點我們 讓我們同學有更有智慧的方法 來去思考我們現在的各式各樣的問題 那也希望呢 經過這樣子的一個學習 讓我們未來的人在中 遇到各種的思考各種的狀況 讓我們都有更有不同的觀念 不同的智慧來去思考這些問題 讓我們的所有同學 成為未來提升台灣的重要的力量 那最後啊 那我要代表學校 來自證 感謝賞給委員 都名汽車 五花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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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谢谢